放手 你吃吧 我不吃 黎医生 您刚刚获得了京东杰出青年 优秀组织仪式的荣誉 又出轨了十八线女网红 请问这是真的吗 黎医生你这么做 对得起辛苦 打过供你上天的女友吗 这样的供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黎医生 黎医生回答一下吧 黎医生 叔二你别走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黎医生 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之间就完了 原谅 我原谅你 知道我做错 我知道我不该付你 但是我求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求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怎么了 你放手 我看书啊 还给我 我靠 这这这什么情况这是 姑爷 绿洲还是 请姑爷联系 别别 你先别过来啊 你让我留留 留留 大老爷们可能当坠续 还是个奴才 陈家 变梁俱妇 千金小姐 伸染重疾 我靠 坠续就坠续吧 还是个奴级 这么惨 姑爷 小姐生患重疾 其实我来不是紫云 你别这样 我心里还没准备好呢 再说了 这代替警方 这实在是 实在是 什么冲喜啊 这封建迷信 你才使不得 使不得 姑爷 小姐冰中 危在旦夕 大师说 怕是活不过今晚了 事急从全 绿洲 绿洲会好好服侍姑爷的 你别这样行不行 咱们苏妹平生 我也知道 怎么一点感情基础都没有 你也是待人受过 心里肯定也是不愿意的 姑爷 动作快点 动作快点 真把自己当姑爷了 再不办事 大行伺候 代替警方还有强迫 这什么仇待啊 这是 小子 默契什么呢 肉都到嘴标了 居然不敢吃 你还是个男人吗 大哥 这代替刑房 哪有强迫的呀 老二 听见没 他跟咱们俩称兄道弟 你也配 我们哥俩可是自由身 这儿八经的 臣府家丁 废话不说 赶紧办事 这边谁还等着呢 什么意思呀大哥 这刑房 你们还看着呀 不然呢 行了 万万使不得呀 废物再默默唧唧的 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小姐 看来小姐是不行了 把他绑了 让他担责 姝儿 你再撤一会儿 娘已经找人 给你冲洗了 你要是就这么走了 娘我该怎么活呀 竹木 就是这个人 他迟迟不肯刑房 才导致大理会撤 使小姐变成这样 一个奴脊追寻 架子挺大 拖出去 姝儿 姝儿 陈姝 陈家大小姐 等什么 拉出去 不不不 谁说你们小姐 有病要死了 若谁交给我的话 我保证 那天能够活蹦乱跳的 你说什么 奴脊追续 口出狂言 你的意思 是在质疑周朗中吗 她可是陈府最好的大夫 姝儿已然如此 你还口不择言 给我拖出去 你们相信我 我绝对可以的 我绝对能救活她 拖出去 乱棍打死 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陈正他就要死了 不如死马刀活马医 万一我能救活呢 林轩 你一个败家 赘婿 不学无术 凶无点磨 这是装什么神医啊 你若真有这个本事 那林家怎么会破产呢 你不过就是运气好 生辰八字对得上 才有机会入赘陈家 但终究不过是个奴脊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常问阁下是 告诉你也无妨 无奈便良皇家公子 这苏尔的表哥 你这陈姐 我能听不忘了 个老神子的表哥也不能 表哥 我看 就不想救活这陈小姐 是你吧 你 疯子 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你也配 配不配以后再说嘛 不如这样 若是我治不活陈小姐的话 要杀要管 是你主持 躺着我能救的活陈小姐 以后你见着我便 行礼绕路 如何 看我怎么千刀万划脸 那就给你一次敬礼 放开 干什么呀 黄征 朱尔 真的是 你也开眼 让我再遇到你 欠你的 我会百倍偿还 千倍 拿刀来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治病了 治病拿刀干什么呀 那就你来 治不活你跳枪 你 夫人 你若是相信我的话 就按照我说的做 事不宜时 再晚一会儿 小姐就会更吐步于生 给他当 还有 准备干净纱布 拿最高度的烈酒来 给人拉着 准备好针线 混蛋 你到底想干什么 夫人 能不能让这些闲大人等出去啊 都出去 姑母 出去 今日朱尔若是不能好 我定拿你陪葬 夫人 请你也出去 夫人相信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们 还有 留下绿珠就好 让他来帮我忙 姑爷 我们真的要 怎么 怕了 还是不相信你家姑爷 谢 姑爷是个好人 哈 就闭上眼睛 姑姑 这混蛋就是一骗子 你信他干嘛呀 故弄寻虚 一会儿看他怎么死 不行 我这就把他绑了 站住 谁都别动 姑姑 你信一个追虚的话干什么 再不进去可就出事了 快 舒尔 舒尔 是你孩子了 我舒尔 来人 把他腰绑了 拖出去乱棍打死 别动 小姐病情就稳定 再过七日便可下床活动 你说什么 还活着呢 周医生 舒尔如何了 好了好了 夫人 小姐脉上平稳 生机无限 这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啊 神医在上 请受老朽一败 上天开眼 上天开眼 天不枉我陈家呀 这次京城的艺术大赛 舒尔还能赶得上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黄公子 嗯 怎么说 陈薛 咱们走着枪 江阳大师说的没错 朝旭冲袭 果然有效 夫人 小姐的病情已经稳定 再有七日便可下床活动 若是再让我 说吧 你想要什么赏赐 你是卖身过来的 今天既然立了大功 想要回卖身器 也未尝不可 什么意思 我 我不是您的女婿吗 就你 也配 你什么意思呀 林轩你是不是疯了 我们陈家是变梁城赫赫有名的医学世家 我的女儿也是未来陈家的继承人 就凭你个废物 你想当女婿 买你就是为了冲洗 你的作用现在达到 你可以走了 不 夫人 我不能走 我不能走啊 还想碰瓷不成 夫人 我和大小姐已经摆堂成亲 大力与成 我不能走啊 急着这个上门女婿我登定了 这是彻底不要脸了 夫人 我和大小姐的心 情笔金尖 日月可见 夫人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情笔金尖 我 即使作为家奴终身受辱 也要留在城府 是 离开城府的机会 我只给你一次 错过这次可没有后果的余地 今后想要脱离奴籍 是难上加难 林轩 你可考虑清楚吗 我考虑清楚了 拉回柴房 不遵主上 你们看着办 哎 什么夫人 我哪不遵主上了 哎 夫人 不同党过河差小狼心狗肺 你们陈家人做事怎么 怎么这么差事呢 姑爷你别骂了 你再骂 大牛又该来打你了 姑爷 我这算哪门子 姑爷 连你们陈家的一个家丁都比不上 姑爷 您现在是奴难 在府里的地位 确实比不上一般家丁 针对我 这完全是在针对我 哎 我现在最起码是你们 是你们家小姐 唯一的合法丈夫不是 是裸裸的挑衅 是裸裸的针对 姑爷 这是您的家丁府 不是这什么呀 这是 这也太粗糙了 再说了 就是 这也不符合我的气质呀 您现在是预备家丁 等您转正了 再为您量身定做家丁府 你说什么 听说了 今天是最后期限 如果您想走 他会给您五百两银子 好好好 我审了 我就不走 姑爷 我看好你哦 哎 小姐姐 我问你件事啊 你们 你别这么叫我 叫我绿珠就好 好好 绿珠 绿珠 你们家小姐姐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家小姐 又温柔又可爱 好读诗书 善解人意 她呀 简直是世界上最 你们两个 把她给我绑起来 是 小姐 你妹的温柔漂亮 善解人意 哎 你别打了 快放手 别打了 坏祖母不好了 坏祖母 坏祖母不好了 什么事情了 猛猛脏脏 坏祖母 叔叔表妹的病 治好了 你说什么 她竟然没死 这么说 一个月后 京城医术大赛 就没你参加了 咱们臣家世世代代 医术事长 怎么让一个 黄毛丫头 去做代表呢 这样 忽然同好 笑话咱们 后继无人 坏祖母 都是那个 废物坠婿搞的鬼 一个小家族的败家子 把自己家折腾完了 卖到这里当坠婿 竟然让她 悟痛无众 坏了咱们的好事 竟然还想赖到陈家 不愿意走 想办法 把她护出去 好 明日正好是 写上家奴评比 我想办法 把她赶走 叔儿 是你吗 你也穿过来了 咱们俩是双穿的 缘分 缘分呢 我认识你吗 我 林轩 我是林轩 你不认识我了 你放心 说 这一辈子 我一定对你好 我绝对不会负你 就给我一次进 你竟敢轻薄本小姐 你们两个 丢打 我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我 我这一天 我才还多让答应我 我问你 是你脱了我的衣服 给我灌酒 还在我身上留下刀疤 师叔 你那什么意思啊你 你不能不知人图报啊 我是在给你做手术 做手术 简单来说 就是 你身体内方的某一地方坏掉了 然后要给你切出来 给你灌酒 那是因为没有麻醉剂 把你灌醉之后 再把你体内的坏东西给拿出来 然后再给你用针粉上 明白了吗 对了 你怎么不怕疼呢 我为什么要怕 我这不是活下来了吗 这倒也是 虽然你救了我 但是你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你们两个 把他眼镜给我挖出来 是 我是真没看见 你那左肩上有颗痣 还有你那三十二臂 你别使劲了 再使劲 我真的疼死了 挖掉 我没想 小姐才没那么残忍呢 救你话多 我听说 母亲给你离开陈府的机会 你都不要 你说你一个堂堂七尺男儿 但愿为奴 坠续 好吃懒做 林轩 我陈叔 这辈子都不会看上你 你趁早离开这里 对你对我都好 陈叔 这一辈子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你再给我一次追求你的机会 就一次 你用我这一辈子 来偿还你的 哇 姑爷你好棒啊 行了 你先在陈府站稳脚跟再说吧 明天就是家丁评选 以你的资格呢 现在是不能参加的 但是我可以破例一次 到时候能不能成为正式家丁 就看你的了 如果不行的话 嗯 啥玩意儿 家奴平比 好熟悉的剧情 这不是和我看过的 修处几品家丁一样吗 男主最后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他能做的 好你个陈叔 明天一定要让你 无缺一阵 当头子 人都到齐了吗 开始点名 大牛 大 二牛 走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我们一跃一度的家奴大比拼 哎哎大人 还有我呢 一个预备家庭 今天是我们陈家家奴大比 你竟然敢吃到 你对得起老爷对我们的培育之恩吗 你对得起小姐对我们的尊尊教诲吗 真是雄不可凋谢 你妈呀 当个家奴都这么一跃 你竟然 管家大人 您教训的是 昨天啊 难道你就是昨日的家奴瑞婿 怪不得不懂规矩 这次饶恕你 下不为例 莫等家庭 赶到后面去吧 小姐 你看 姑爷来了 姑爷 全府上下也就你教不会 你看咱府里有人把他当姑爷吗 那是他们没有眼光 要是我说啊 姑爷是个好人 而且绿珠总有一种感觉 小姐你以后肯定喜欢得紧呢 笑话 要不是当初他救我一命 造就 我宣布 这次的比赛规则还是老规矩 三轮考验 紧急者 从预备家丁 成为末等家丁 末等家丁 紧升为三等家丁 三等家丁 紧升为二等家丁 以此类推 还有谁不懂吗 你说 管家大人 我问你一下 能不能直接从预备家奴 直接看到脱离奴籍 恢复自由身呢 就凭你 你在狗叫什么 就凭你 我这是听见什么笑话了 林轩 你是认真的吗 你 我认真的呀 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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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 咱们陈家家丁里面 出了一个有戳戏的 预备家丁 直接自由身 你可知道 陈家有史以来晋升最快的 就是本管家我 从莫等家丁 紧升为管家 用了二十年 二十年呢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管家大人 我就是问我 有没有这个可能 有有有有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 实际是微乎其微 我想尝试一下 管家大人 我不瞒您说 我这家闹的光景 我一天我都过不下去了 独自量力 尝试 可以 勇气可嘉 但是失败者的惩讽 你做好准备了吗 什么呀 终身为奴 不得多起 我擦 你说什么 你还想尝试吗 你小子可想好了 终身为奴 可就真的当了什么孤颖 哈哈哈哈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忍一时风平浪静 听歌一句劝 你就一步一步一步 慢慢往上爬 没准有一天 你就能和小姐 不 我今天我就直接来了 行了 会场嫩魔 这输了就下海干活 这把 我缩他 外祖母啊 外祖母 您说这林轩是不是傻貌了 他要是真是终身为奴了 那我们就无需拒他了呀 拒拒一个莫等家奴 也能让你这么上心 招儿啊 你该长进了 咱们陈家难盯单薄 外祖母一句想把你过继到陈家 让你继承家业 可是那个贱婢 一句不同意 非要让他的女儿主持 再这么下去 我们陈家就败在他们手里了 既然如此 那这一次的加奴大比 可就有意思了 我们有三个比赛方案 一比 眼皮子 二比 嘴皮子 三比 好脑子 成为光荣的陈家家奴 我们以高质量的服务主人为第一宗旨 我们家奴部根据每年的比拼 会因人失效 因人而用 但这次 不一样了 因为有人 要挑战我们整个家奴部 这就是我不建议你尝试的原因 一个人挑战我们整个家奴部 你这是在挑战我们家奴部的威严 你做好准备了吗 款家大人 我不是针对您 跟其他人啊 我是想说你们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 你太嚣张了 看来昨天那个打是没打够啊 都给我闪开 你小子敢跟我这么嚣张 我山鸡今天就干死你 好 山鸡 第一场 由你来出马 我放心 山 山鸡是吧 出题吧 你嚣张什么 我告诉你 我可是我们陈洛温 扛把子轻了一眼 在历势演批的大赛中 我缠练24个月的冠军 你小子 输定了 来人 上家话 你居然敢挑战我山鸡 小子 我一次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黄奇 三两五钱 晚秋成熟 我家饱满 上品 三两五钱 毫厘不差 白勺 四两八钱 晚秋成熟 根须粗壮 果实饱满 上品 四两八钱 四两八钱 柴胡 二两七钱 晚秋成熟 根须粗壮顺指 上品 柴胡 二两七钱 成果 我操 这怎么玩呀这个 小姐 姑爷真是危险了吧 山鸡真是可恶 越来越厉害了 他自己没本事能怪谁 还想挑战所有家丁 大言不惨 小姐 你 你啊 还比什么呀 对 姑爷 你是吓傻了吗 那我宣布 大家稍等片刻 我这就来 来了 来了 这是什么 管家大人 这是我们老家的一种玩具 我总觉得吧 这位鸡眼 这位山鸡哥 他有点惊艳 大于眼力 我总觉得 这有点不太公平 那你的意思是比这个不太公平 当然了 胡说八道 我们历届以来 臣服的眼皮子大赛 比的都是这个 通手无器 有什么不公平的 我看你就是说不起 我宣布 慢着 山鸡 你们干什么 便利 我敢认第一 谁敢认第一 小子 我今天就让你说的 心服口服 来吧 出招吧 山鸡 你糊涂呀 小姐 姑爷这是拿的什么东西啊 姑爷这花样还真多 装神弄 大家看好了 这就是我们老家的一种玩具 名字叫做扑克牌 这个 是ACE 你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一 这个呢 就是 二 当然呢 这个倒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它有四种花色 分为黑桃 红桃 梅花方块 其实吧 这个也不是特别重要 那到底什么重要 重要的是 下面的过程 因为 就是见证 奇迹的时刻 全须 神机 闻住 千万别上当 雕虫小技 真正的强者 是不惧挑战的 什么 当年 等神高见的电影馆 看了无数 撕下去的魔术 无数最大的特点 就是障眼 就是千里眼 也看不透 神机哥对不起 你输定 神机哥 快 把你刚才看的那张牌抽出来 你说啥啊 你眼都好啊 小姐 姑爷好厉害啊 这怎么可能 对了 她刚才 说的那些数字 加油 姑爷 加油 疯了 这谁能抽得出来啊 林轩 你在开玩笑吗 要是我能呢 你要是能 我直接认输 你要见着你 我心肚婆里 这个是你自己说的 可别后悔啊 啊 啊 卧槽 看几个 你输了 小子再来 我一定能看出你的鬼马戏 来 小花 小花 看清楚没 来 伏不伏 我去 姑爷居然赢了 我鸡哥输了 山鸡真是废物 我就说吧 但我这眼果然靠不住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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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高 还有谁 这怎么可能 山鸡居然输了 小姐 我就说姑爷一定可以的 我不信 少爷不好了 不好了 什么事毛毛躁到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以后整个陈家都是我们的 我们是做大买卖的人 于是冷静点 那追寻 那加弩追寻 他杀疯了 你说什么 他秒杀了山鸡 滚开啊 坏祖母 我去看看 让开 都给我让开 一群废物 都是一群废物 上人啊 上人啊 给我上人 够了 在他第一轮比试 有什么可得意的 第二轮 你算吧 牛 你上 什么 叫牛哥出手 这不碾压吗 是啊 管事大人 牛哥算力超长的 人说外号金算盘 大牛出马 你根本就不是对手 小子 我告诉你 杂耍这个东西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根本一文不值 放马 过来吧 放马 过来吧 那来吧 来人哪 把老爷赐 我的金算盘 拿来 这么厉害呢 为了公平起见 你我各出五题 算对者胜 算错者输 这家伙看来 真有点东西 绝对不能让他 占据主动 大牛哥 这么玩没意思 那你说怎么办 咱们要玩啊 就玩点 这刺激的 好啊 你大牛哥就喜欢刺激的 放马过来 这样 把你这算盘 给他扔了 咱们就来一场 心算 不用算盘 不用 这这这 不 我不同意 林轩 你无权改变比赛规则 如果你不愿意 就算你说 我理不好对付 怎么办 有了 管家大人 这用算盘 这太低道了 咱们就玩点 最高级的 再说 这算力的最高 境界那是心算 要不 咱就玩一把高级的 大家说对吧 比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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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家大人 你看 大家都同意了 你不会 意义不行吧 行 就比心算 我就不相信 你什么都会 好家伙 以前被帮妈 逼着学心算 可算派上用场 那大追哥 我见出体了 出吧 好 时间有限 自由在向我招手 大牛哥 你听好了 这999 乘以999 再加上 1999 等于多少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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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算 还不让人用算法 这不欺负人吗 就是 林轩 这么复杂的题 谁能算得出来啊 他在作弊 对 在作弊 最 要是我能算呢 放屁 这么难的题 你要能算出来 我算你 999 乘以999 再加上 1999 正好等于 100万 瞎说 谁不会啊 那你就拿上 你的算盘 你自己算算 还真是100万 哇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厉害了 你怎么算出来的 第二题 888 乘以125 这样 大牛哥 我让你用算吧 林轩 你说 等于11万1000 还真是11万1000 这怎么可能啊 你 那我继续了 333乘以888 再除以999 你先不用算了 我告诉你 296 我不信 还真是296 我要绝输了 我不在这待着 我要回家 大哥 大哥 哎呀 对不起了 努大哥 不是你不强 是我乔治 还有谁 你这家伙 来人 干 给我干死他 我出500两 谁若能赢他 我就给谁500两 看来黄公子 是想亲自玩玩了 好啊 本公子就陪你玩一玩 给黄公子出题 还不能太难 这样 我问你 这树上有七只猴 这树下有一只猴 这总共几只猴啊 林生 你侮辱我 阿芝 错了 哪错了 七加一不是等于八吗 不是 我是说 这树上急着一只猴 看来 看来黄公子不是耳朵有问题 就是 脑袋有问题 好 再来一听 再来一听 你听好了 今日逛街 这迎面啊 他总来一个老者 他这左边有三根头发 他这右边有四根头发 他就有几根头发呀 废话 这提小孩都会做 七根 错了 哪儿又错了 错了 哪儿又错了 我说的是这 这 揪 揪净了 这头发都没了 能不错吗 林轩 你 你 管家大人 这算脑力加算力了吧 我就不一个个挑战你们了 你们但凡想要挑战我 你们就一个一个来 但是前提咱们可说好了 要是没有人能胜过我 那我这奴籍身份 你 不就一个小小奴籍 收到秦来 他上脚拥抱自由了 小姐 我早就说过 我会让你把我 从现在起 陈家家奴制度 进行修改 什么意思 从今日起 陈家家奴制度修改 为了维护家奴制度 除了达到管家级别之外 还要有一次 为陈家突出贡献的表现 才能脱离奴籍 拿回卖身心 你说什么 不是 你们陈家怎么这么玩啊 抓住他 你给我回来 你这分明就是真队伍 跟着我读 我自愿加入陈家家庭队伍 我不愿意 我是被迫的 我将致力服务于陈家 我将致力服务于陈家 我才不能 我将为陈家事业壮大 而服务终生 我将为陈家事业壮大 而服务终生 你妹的 我将努力成为陈家的五好家庭 我将努力成为陈家的五好家庭 举功尽瘁 死而后已 举功尽瘁 死而后已 好了 本次的大笔到此结束 现在我宣布 林轩 晋升为一等家庭 来 姑爷 恭喜 来 大家鼓掌 晋升 我恨你 一定要把你搞到手 容领容领 让我再休掉 小姐肯定被姑爷骂死了 怎么 你个小妮子还心疼她呢 还不是呢 雨珠是高兴 小姐现在举步危机 若是姑爷能帮你 那就要看她的本事 她的造化 如果她能 林轩哥哥 你好帅呀 别整别整 搬搬啦 你能不能教教人家 这个扑克牌呀 你这里有多大呀 以后 我便给你取名为 三十六亿 这个灯兔子 绿珠 找几个人 把她给我保回柴房 啊 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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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气死我了 看你一点出息 不就是一个奴级坠续 至于生这么大的气 外祖母 你什么不知道啊 这个混蛋 不知道从哪来的外门邪道 要是再让她这样下去 怕是我们就要 黄赵 你糊涂啊 林轩不就是想脱离奴级吗 要是她真的脱离了奴级 那倒好办 外祖母 您的意思是 有办法把她赶走 不如来一个 一戒 双 雕 你这什么意思呀 我这刚分了下方 怎么又来这柴房了呀 说 你到底是谁家派来的戏组 西组 你说什么鬼话呢 算力惊人 眼力超凡 还能把黄赵玩得团团转 你要不是别人派来打探我陈家虚实的 那又是什么 不是 你这是什么想法呀 你这是 你是不是又点什么 这个悲害妄想症啊 我可是你夫君 一心想要离开陈家的夫君 大小姐 拜托你搞清楚了 这根本是两码事 我只是想摆除奴纪 并不是想离开陈家 是吗 没错 你想要的是这个是吧 要 好 把你今天说的阿拉伯数字交出来 我就信你 这古代的陈叔真了不得 显光独到 整个陈家剩下 怕是只有他们看出来阿拉伯数字的妙处 可惜是个女儿身 带着这陈家经商倒是辛苦 那这算功劳吗 嘿 你别走啊 放开我放开我 我去给你 我好了走水了 布匹仓库走水了 什么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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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怎么起这么大的火 寒冷 这孩子是夫人怎么怕呀 这批布可是价值三十几 这即将要交付给周家了 表妹 我们家的款项是不是都压在这里 这可是从苏州来的上海布 月底要是交不上货 我们陈家怕是要 损失如何 小姐 虽然我们救货机制 但是所有的布匹一半都烧没了 这该怎么办呀 我们家赔不起呀 天上的老天爷 欺负我们家 姑女寡母 小姐 小姐 那我们 不会破产了吧 柔家是便良首富 有身有势 如果顶当我们交付不了 不会放过我们的 不对劲 这便良正直美与世纪 地常梦失 怎么会 轻易失火呢 一定是有人蓄意放火 查 务必把这个人给我揪出来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大火给烧破产了 啊 臣家要破产了 那我们会不会遣散吗 有赔偿吗 我这笑的有那么明显吗 我这一高兴我都忘了 这哭是什么表情 这不表情了 来人 把这个罪人给我绑起来 哎 哎 那 不是 你们绑我绑上瘾了呀 你们一天不绑 我是不是心里发毛啊 你们 就我刚从开封里 挣脱了麻绳 你们就又争我 罪人林轩 蓄意放火烧毁 布比仓库 狼子野心 罪大恶极 林轩 这个罪你是认还是不认 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 黄昭 你怀疑这把火是林轩放的 姑母 不是怀疑 而是证据确凿 黄昭 你在讲什么屁话 人争物争俱在 你还想巧遍 管家 是 表公子索言非虚 两刻钟前 我见姑爷在这里鬼鬼祟祟 只是红叶可以做成 红叶 夫人 这火 就是姑爷放的 好好好 好你个三十六弟 你江哥他们是一伙的 来人 把他的鞋给我脱了 你 诸位 看清楚 林轩的脚底 明显有后花园的泥土 更有人正在 看如何狡辩 姑母 如此的火势 该就是两刻钟之前 有人故意点 而且正如表妹所说 如此洁气 想要点燃仓库并非一时 所以 定是有油来注 启禀公子 在林轩屋内发现一桶油 头已经 空了 林轩 是你 把这个混账给我拉出去 乱棍打死 你让我说啊 你让我留留留留 还有什么好说的 来人 拉下去 乱棍打死 连报官都不需要 这奴地就这么没有人权的吗 夫人 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就一次 梁子 柳树 你拉出去 夫人 好 我正了 我招了还不行吗 我 你们不就想知道 我是谁派来的吗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 既然陈小姐这么想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反正我林轩在你们陈家 这 就始终像个外甥一样 死到临头了 你还装什么 说 你到底是谁派来的奸细 懒得解释了 想让我说出来 松芒 你 哎 怎么 你们陈家这么多人 还怕我把天翻了不成 松芒 你们陈家来了两天了 被绑了三次次 离 简直离大破了 再敢跟我多说一句废话 好 你们不都是想听我说吗 那我今日就告诉你 今日是火 不是我放的 来人 黄公子 你是不是不敢听我说呀 这若大的臣服 难道还忠不得一个旁人说两句话吗 听我说完 要杀要剐 心天做变 表哥 让他说 好 我看看你能说出来个什么东西 多谢陈姑娘 必然对今日之大火 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可惜你们呀 还被蒙在这鼓里 简直是可笑 可笑极了 那还不如一根木头 对 木头 诺贝 真相 只有一个 就让我林侦探浅浅浅为大家分析一下案情 让我们找出真凶 不弄玄虚 你以为你是包青天吗 茶安西要掌证据呢 你有证据吗 证据就在这里 这位木头兄已经告诉你 这宗女婆整真凶器呀 你是不是疯了 一根破木了 能告诉你谁是凶手 我看你是前驴巨穷了 姑母 这个废我直接处理掉就好了 林侦 现在不是嬉闹的时候 你只有一次机会 噓 这样 装神弄坏 小姐 姑爷真的跟木头说话 你以为他是神像 那他 看他玩什么欢迎就是 噢 噢 林侦 装够了没有 原来如此 这样 行 那你也好好的 有了 有了 夫人 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 是这块木头告诉你的 没错 荒谬 夫人 真相 只有一个 我建议夫人先将此人给绑下 不可他逃脱毁灭罪证的机会 你说什么 林轩 你去口碰人 林轩 你放心说 现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出去 好 那我就告诉大家 这根木头 告诉我 第一个信息 被放火的贼人 身高就一米六五 呃 也就五尺万座 咱们整个家庭队伍当中 也就四五个人符合纸上标准 不过 像我这一米八五的大帅哥 自然是不在此行列了 夫人 请让他们几个人 得站好咯 林轩 到底想干什么 太荒谬了 什么木头告诉你的 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说辞 姑母 你看 他急了 急了 这是好事啊 说明我的图段没有错 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来 你过来 扶起来 来 扶啊 大家看好了 这是由一根成年棕木做成的圆柱 本身颜色就偏淡容易受潮 受潮之后想要点燃 就更不可 就像黄公子所说 需要油的柱燃才可以烧起来 仓库的高度足足有八尺半左右 而这个木头也是如此 所以 这根圆柱就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根了 因为足足有八尺左右 这样大家可以明显地看出 木头和油渍本身颜色的分明 大家看出来什么了 没错 这根木头上的油渍 呈完整和分散的区步 呈一个 逐渐递减的趋势 这完整的油渍呢 应该是 是 这种拖出去 这种分散的呢 应该是这贼人 这样拖出去的 唉 这一桶油的重量也是很重的 像他这么一个身高的人 完成这样的动作 完成度应该还是 还是不高的 所以我有此推断 这放火的贼人应该就是一个身高五尺半左右的 贼人 那么接下来 就是这木头兄 告诉第二件事情 说 姑爷好厉害啊小姐 接下来 咱们说说这片土地的问题 这片蔷薇园 应该就是夫人的 没错 母亲中爱月季 所以这些黑土 都是专门从外省域来的 变量并没有 哼 你鞋底可都是这种土 我看你如何辩驳 这鞋底是种土 大家不要忽略了一个问题 如此繁盛的月季 应该是非常茂盛的才是啊 夫人精心服事 自然茂盛 那就是 如此繁盛的蔷薇科 就如此的接近这库房 如此的熊熊大火 却没有将它点燃 这是为什么呀 不用你们回答 那就是有人在点火之前 对这蔷薇园进行了树壁轻椅 因为他知道 这蔷薇园一着火 那么整个陈家都会被烧毁 所以 这个贼人的目标 从始至终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个库房 还有 这个库房 物品 但是 想要清理这接近库房的月季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蔷薇科植物多次 大家不妨可以看一看 是谁的手上 有刚刚被花刺伤的 便可分辨出 这肥人的去信 不妨是谁的 这肥人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 有什么 你 在这 还是 有什么 你 还有 什么 还有 其实这条消息很明显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年头油可是很贵的吧 这普通人家一年能吃上几次油 而且据我了解 咱们这个年代植物油 好像是不能吃的吧 而且价格高啊 只能用来制布 所以民间吃的大多都是 动物的婚姻 小姐 姑爷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我们这个年代 先听他说 夫人 请问咱们臣府对植物油的进出 是否有严格的管制 植物油价格偏高 自然要严格控制清算 那就是 植物油有严格的管制 而且价格高啊 所以引起这大火的必然不是植物油 再看这个木头 油字偏黑 味道星球 所以引起大火的是动物油无形 所以我身上的植物油是哪里的 这植物油跟这大火就有什么关系呢 是这贼人往我身上抹油的时候 没考虑这些问题 还是他的脑子真的有些毛病 莫非是这贼人故意混淆视听 想把这大火和植物油联系起来 夫人 引起这大火的必然是荤油 可以严查厨房荤油的去向 这荤油是从哪运过来的呢 家丁下 路途遥远 且路上有台阶的颠簸 还可以再查一下家丁的衣服 据我所知 这陈家家丁的衣服有两套 可以查一下他们下午是否洗的衣服 这荤油应该很难洗了吧 一次好像难以洗干净 可以再查一下他们的另一套衣服 如此一来 这三个人当中集中证据筛选出来的 便是放火的贼 我天哪 果然是你们 果然是你们 怎么可能 你就是一个废物赘婿 这怎么可能 我都说了 是这木头他告诉我的 还有你们两个人 身为陈家家丁竟能做出如此人神共分之事 到底 是谁指使你们的 没说你 还有你 三十六弟 异图诬陷 岂不通罪 快说 是谁派你们来的 原来是你们两个废物 混蛋 岂有此理 来人 给我拖出去 乱棍打死 表妹 他们俩一定是竞争对手 排队系统 黄少 你 怎么 死到临头了 还想甩锅吗 给我好好想想你们的家人 带走 还有红叶 拖出去 长嘴一百 表妹 不要 姑爷 求求你 救救我 姑爷 黄公子 黄公子 好手段 林轩 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你以为处理了家丁跟红叶 就没事了 根本不可能 胡说 允许口喷人 你在干什么 多宋摩 你可算来了 他们都要欺负死我了 忍开点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没有人知会为生啊 我一个老太子 家没有地位了吗 你还知道我是你祖母 你说 这才几天啊 这臣府上下 被一个外人 叫的是天翻地覆 现在 他欢迎你表哥呢 叔啊 你是里外分不清吗 就是 我看你就是一个灾心 怕是八字跟我们臣家不合 你才是灾心 姑母 刚才这家伙表演的妖术 大家怎么看到 肯定是这家伙用妖术控制家丁放的活 我去 这都行 自从林轩入 确实城府上京不得安你 姨母 赶紧修点 这是亏了 还是卖了 对对对 把他卖了 不能留着这个灾心 你们这是简直了 别这么想 好 看来我林轩 在你们陈家永远是一个不被值得信任的外人 也是 你这个陈叔 终究不是那个陈叔 林轩 你 一个男人家家 装什么可怜 看叔儿心地善良 就小死其白来的 赖在这儿 老生我可告诉你 绝不可能 陈叔 自从你掌握家族产业以来 屡次出现差错 不好好做医药 擅自涉足 不匹生意 出现巨大疏漏 暂时剥夺你 陈家朱利人的身份 反省一个月 以观后效 陈府上下 由黄昭代管 谢外祖母 祖母 我 你什么你 此次大火 至少造成陈家 三十万两银子的损失 莫非 不是你监管不力 陈叔 自从你掌管陈家以来 陈家便是多时之穷 我陈家 本是便良第一学士家 你却涉足其他产业 这次更是明知 陈家资金危急 又孤注一掷 让陈家陷入险境 你可知 此次周家的订单 若不能处理好 我们陈家随时会面临破产 叔而知道 如今只有你表哥黄昭 可以帮陈家 黄昭向来和周家交好 只能让黄昭想办法了 观祖母 您放心 黄昭定当 竭尽全力 此事就这么决定了 陈叔面壁思过一个月 正需林轩 读出陈家 见脉处理 等等 你一个老妖婆过来叽叽歪歪一顿 你问过我意见了吗你 先站住 咱们俩先好好聊聊 你这是贱奴 叫什么 黄昭 你敢侮辱外祖母 黄昭 你侮辱外祖母 黄昭 这是祖母 这是你祖母 又不是我祖母 像她这么一个颠倒黑白 是非不分 已是压人的老妖婆 算什么长辈 来人 等等 不是你们陈家 能不能换一个套路 是不是要绑我呀 小爷我手上都去剪子了 我也不跟你们废话 搞了半天 你们陈家也就这点本事 不就是一个订单吗 看把你们急的 我来帮你们解决 你给我脱离奴籍 如何 林轩 区区一个坠 这个是三十万的订单 一旦有什么差错 整个陈家都会万劫不复 大言不惭 林轩 此事不得玩笑 哪个在跟你开玩笑了 你们陈家不是说 想要脱离奴籍 就得为陈家做出巨大贡献 三十万 算不算巨大贡献 算 好 此事我帮你们解决 到时候 陈叔 记住你今天的犹豫 咱们 路归路 桥归桥 姑爷 对 好 如果你能说出解决办法 我给你们来生气又如何 这个还是不能说 一个月之内我帮你做到便是 如此一来也算他们夫妻一场 帮你一把也不至于让你大群旁落 至此了结这段孽缘 扇子 扇子 对了 还有那些布布 你要给我 大家别信他 简直是口出狂言 这布都烧成这样了 还有什么用啊 一个月之内 如果我做不到 当场自吻 好 但是 你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你得寸进尸 你说 让我帮你们解决这件事情 你需要答应我三件事 这第一件事 就是试成之后 你要保证我可以脱离奴基 没问题 好 第二件事情 如果试成之后 你需要给我支付五千两百银 也没问题 这第三件就是 我要你 玉珠 还有拿三十六D 作为我的下属 无条件服从我的命令 你 不是你不轻不重不行 你个小坏蛋 玉珠 过来 那个 你给我 想死就直说 我就是想问问 周家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连周家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就在这里生死状 诶 这能享受一天是一度 那就享受呗不是 真实烂你放上枪 说不说 周家 变良首付 主营不匹生意 家底雄厚 实力超强 本来呢 我们是争取做他的下游供应商 嗯 但是现在 一个月之内解决不了 我们连违约金都赔不起 那皇家呢 陈家南丁不忘 皇家对我们陈家的产业就一直虎视眈眈 皇家 本来是主营银号 近些年发展的越来越快 想要燃脂变良的实体业 所以呢 他们就想要从我们陈家入手 表哥虽是高粮子低 但是 收买人心却很有一套 再加上祖母的帮助 只能说 他在陈家的话语权 越来越重 这陈小姐怎么什么的 知道 这不还是被你逼上聊山了 这次如果你输了 不急熬死 我们陈家的主理群 也会回到皇昭手上 要不 陈大小姐给我捏捏肩 我心情好了 自然把你帮了不是 就凭你 算了吧 过几天是周老爷子的生辰 我还是看去求求他们 能不能宽限几天 那要是我可以 那便你想如 救我 好 陈小姐一言为定 可别后悔 一言为定 那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着手准备吧 外祖母 这个废物坠去真是自己找死 这一次 他死定了 一个区区坠去 趁你这么坚肠挂肚 倒是你呢 这次一定要好好地把握陈家的主理权 外祖母 您放心 出了此事 陈叔一定会去找周家卧血 而且一定会挑战周老爷的生辰宴会的那一天 周老爷的身体不好 他一定会从这方面下功夫 我已经打点好了 那天他连请柬都收不到 只要他进不去 那就 你什么意思啊 今日周老爷的生辰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今日周老爷生辰 周家举行大型聚会 共襄圣聚 全城来贺 除了城中学子 你们这些上家 没有请柬 不配进去 还问我为什么可笑 可是 没什么可是 我 嘿 哈哈哈哈 小妹 这是怎么了 进不去吗 又我 要不 跟我们皇家一起 进去之后 我还能帮你多说两句好话 黄公子 这陈家的事 就不劳黄公子费心 再说 你这个怎么比我还像 这陈家女婿啊 你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多废话 小子 等你输的时候 看我不亲自一刀一刀地 把你擦皮吃肉了 那就 一会儿见咯 想进粥子 做梦吧你 走 那我们怎么办呀 嘿 你没听到吗 刚才那家伙说了 城中学子没有请柬 也可记住 敢问大小姐 是否愿意跟我 闯一闯这诗会啊 啊 你们两个 就按照安排的去做 啊 秋公子有识远赢 还望恕罪 好说好说 今日周老爷大寿 本公子特意来祝贺 诶 诶 这位公子 这人是谁啊 这小丝 竟然对他如此热情 他叫秋伯文 听说此人才华横溢 满腹经伦 我们这些学子 想听周府参加寿宴 都去复诗一首 可我绞尽脑汁 都想不出来一首了 如果是这个周伯文的话 他一定没问题 是吗 那我今天 倒要好好见识 丘公子 想必周家的规矩 你是知道的 把您的大作亮出来 让大伙见识见识 本公子正有此意 各位 听好了 周家真有钱 生辰搞盛宴 学子奇相聚 老爷笑开言 好 果然是秋公子 才华横溢 就这 就这就能进去吗 你是臣府那个奴婿 区区一个家奴 竟能口出狂言 原来是奴婿 难怪这么不懂得礼节 怎么着啊 现在连实话 他都不让说了 干什么 我们文人默克之地 居然混起来 一个家奴 真嗖心 赶出去 一群屈炎富士之辈 也有资格在我这里 摇头晃脑 自称文人 会说刚才那样 打油尸便可进去 对吧 那 那我今天 便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文人 这个世界怎么 一个小小的家奴 都敢号称学子 还想进周家 简直是痴心妄想 今天我还叫 从这个门进去 有什么规矩 请指教 难道你想挑战 邱伯文吗 真是堂壁挡车 不自量力啊 周家尊崇学子 允许学子 无偿参加宴会 共享文风 但也不会给烂鱼 充数者混进去的机会 对于没有登记 再测的挑战者 我们共剩五个关卡 若能通过 便会和其他学子相同 成为我们周家的座上宾 好 就该如此 不然的话 什么阿猫阿狗 混进来 成何体统 林轩 你可别丢人 大小姐你就放心吧 今天我还就让你 从这个门进去 陈家家努林轩 挑战进入周 区区一个家努 也跑来凑热闹 麻仲其宠 第一关 请挑战者现场 做一首诗 并且书写出来 方可不快 好歹林轩 是林家的公子 虽然林家莫名 但一首诗 应该不太坏 小子你可想好了 这可是现场做诗 可不能拿以前出现过的 欺步成诗 古人风采 你行吗 我不需要欺步 麻烦这位小哥告诉我 这第二关是什么 我时间紧 麻烦您 我请第一关第二关 一起过了 好吗 什么 第二关本没有什么秘 你通过第一关 第二关便是挑战 现场某个学子 如果能成功 便可进入第三关 随便挑选 随意挑选 好 那我就选他了 时间紧任务重 快到饭点了 别耽误了时间 这第一关第二关 我一起通过便是 你 你竟敢如此羞辱我 林轩 刚才这位小哥 做的是一首打油诗 诗也不是 打油诗又如何 本就是轻不成诗 打油诗没什么 打油诗同样 也有传世经典 所以你刚才所做的诗 在我眼里 完全就是 垃圾 笑话 一个打油诗 你能做出什么文章 滑种取虫 谢谢 好啊 那我今天就让你们 这群没见过 世面的家伙 好好见识见识 我便用一手打油诗 来通关 吹牛谁不会啊 准备好抄路吧 柴米油盐 酱醋茶 斑斑都在别人家 一目清闲 无市场 竹里四姓 看梅花 这 我的天哪 这怎么可能 这首打油诗 真是绝世神篇呀 怎么可能是一个家奴 写的 这 这怎么可能 还在写 它到底是何方式 这首真是诗仙下凡 真是恐怖如斯啊 一碗清酒 复诗一篇 造军今日 上青天 玉皇若问人间事 明镇文章 不值钱 一片一片又一片 四片五片六七片 八片九片千万片 飞入芦花 全部见 好 好 好事 好事 恭喜周老爷 贺喜周老爷 祝周老爷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朝 这位是 啊 原来是皇家的小子 年轻有为 不错不错 老皇家 后继有人了 诶 这次 陈家的人 怎么 没来啊 我跟他们说了 莫非是 忘了 岂有此理 周老爷生辰 如此大事 竟然遗忘 这陈家也太不像话了 是啊 这也太过分了 老爷 不好了不好了 后院传来消息 有一个家奴 用打油尸 击败诸多学子 整个后院都炸锅了 他还说 要用打油尸 过五关 老爷怎么办 打油尸 过五关 他疯了吧 什么呀 家奴 家奴过五关 哈哈哈哈 有趣有趣 今日我周福挺热闹的 走走走 大家一起去看看 周老爷 周家乃便良大夫 区区一个家奴赶走就是了 您何必屈身 亲自过去 家奴 家奴怎么了 像我周家祖上 也只是个走族贩夫 英雄不问出处 家奴可以逆袭 走 去看看 大哥 您以后就是我大哥 大哥您刚才那首 无竹 令人俗 肉 使人瘦 不俗又不瘦 竹笋 焖猪肉 经典 流芳百世 绝对 流芳百世 邱老弟 缪子 缪子 那不敢 那不敢 是大哥谦虚了 大哥谦虚了 客气客气了 这邱伯文算是跟对人了 以前他走到哪都是笑话 现在好了 跟着林大哥 竟然将没赌气了 我看你们谁还瞧不起打游士 我邱伯文的大哥林轩 打游士照样碾压你们 我就问一句 还有谁 现在什么事呢 连狗肉都能上桌了 两个些打游士的 竟敢如此嚣张 就让我来结束这场闹剧吧 竟然是李景天 便良诗词协会的附会场 李景天 他又是出手托 手托轻来啊 我好喜欢你 好喜欢你 我的心和我的脑 别大手托 我喜欢你 这丝很厉害 立足便良才子 世次都会 他可是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 你说呢 立足 我想你 大哥 此人好像来者不善 好像嫂子跟他 我这辈子最恨比我长得帅的 来吧 看我怎么收拾你 废话少说 我承认 你这个家奴 是有点东西 但是 在我们古诗词界 你的大游士 就是笑话 废话少说 出题吧 作为便良第一才子 我给你出题的机会 可别界 我要是出题了 你就没有这个做事装备 装备了 你 狂言不惨 口出狂言 笑话 真是笑话 好 既然你想死这么快 我来出题 今天是周老爷生辞 清晨落雨 此时天公又作美 晴空万里 微风荡漾 我就一语回题 好 春风多渴 太忙生 长共花边 柳外行 雨燕做你 风酿命 才吹小雨 又虚情 好 好事 厉害 好事啊 就这呀 说什么 哭出狂言 此时乃绝世家族 一个家奴懂什么 这老爷 他就是一个废物家奴 在陈家的地位 都比不过一个家丁 凶无点磨 不学无术 这次一定是来 华仲取宠他 来人 还不替周老爷 把这种人赶出去 我是说你不行 你们都给我学着点 大哥 跟他 大雨滑滑 飘尸墙 捉个无忌 装凉 关公丢了赤铺马 刘备抡刀 上战场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啊 完全前言不搭后语啊 漏线了吧 就这 就这 来人 把他给我赶出去 对 这首诗里面有门道 说什么 妙 实在是妙 这首诗里面有门道 什么 妙 实在是妙 现在的人 听不出好赖了吗 妙 我大哥就是妙 陈小姐 听出来了吗 看来还是有人识货的嘛 公子谬赞了 在下王多瑜 除师出身 经营着便梁最大的酒楼 公子这首诗啊 实在是妙 我们看第一句啊 大雨花花 飘尸墙 无言 诸葛无忌 问张良 无算 第三句 关公跑了赤铺马 无疆 第四句是 刘备抡刀上战场 是无将 这首诗里面四者皆无 缺少滋味啊 公子的诗啊 实在是命 不仅对手 而且还点评了 对方的诗 其不妙哉 怎么可能 大哥好厉害 你给我等着 没公子啊 杀奴 有点意思 懵的 这诗绝对是懵的 这不是陈家小姐吗 黄公子 你不是说他们 不来参加老朽的宴会的吗 周老爷 并非陈叔不想来参加 只是 没有收到邀请函 这次贸然前来 都有打扰 还望您见谅 陈小姐多礼了 是我周家礼数不到才是 没收到 看来是有人 从中使坏啊 严查 一定要严查 周老爷 有没有请减也无妨 我们这不是也进来了吗 陈家女儿大气 有趣有趣 有趣的陈家女儿 有趣的陈家家奴 坠续 不过 若是这没有请帖 还需通过五官 方能进入此次宴会 陈小姐 你以为如何呀 对 对对对 就得这样 公事公办 公事公办嘛 五官就五官 十官我都不怕 林轩 你怕还是不知道 别说五官 这第四的官 就是你永远都跨不过的鸿沟 此人乃是周家供奉 诗词歌赋鬼剑仇 以冰雪诗词称的长老先生 承让承让 小子来吧 永雪 简单 江山一笼统 井上黑窟窿 黄狗身上肘 白狗身上肘 你 长老 来人 赶紧送长老去抢救 好好好 好诗 好诗啊 好诗啊 有趣有趣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打油诗 竟然能有如此意境 厉害 厉害 大哥 你真厉害 我宣布从今日起 我大哥便是 便良打油诗 总舵主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啊 说老爷子 敢问 这第五官是 第五官就是我了 哈哈哈哈 陈家女婿啊 你随便给老夫来一首打油诗 不能让老夫开心 老夫定以上兵代之 好 周老爷子出手了 真正讨厌技术的时候到了 周老爷子走南闯北乃是变良城的皇上 这可没那么好护道 无所屌位 周老爷子 我看你也是一个智 有些话我直说 林轩 给我放尊重点 好处狂言 出了无比 出了无比啊 日周府上下无奴级 有话便说 无妨无妨 痛快 今日老朽生辰 图的就是个痛快 其实小爷我今日前来 上不上兵的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周家看的事 其实马上就要追落西山了 本来这份晦气 我本 是不愿战你 林轩 你说什么 大胆 你说什么 大胆 你说什么 这周家乃是变良的首富家族 皇上称号 你小子乱说什么 周老爷 有一件事我必须声明 陈叔因为管理不当 导致我们和周家合作的不匹 全部被烧毁 这次他们来周家闹事 哗众取宠 必然是另有所图 请周老爷 明鉴 你说什么 不匹 可是那笔价值三十万两的不匹 正是 周老爷 这笔不匹定单 还有七天就要交付 陈家定然是无法履约 还请周老爷 明辩中间 拿下这个大放厥词的家奴 将陈叔赶出去 让他们赔付违约金 对 就该这样 应该如此 陈小姐 此事当真 我 周老爷子 此事确实如此 但是一码归一码 今日可是您的生辰 让我放开说话的也是您 您现在叫兴师问罪 这恐怕 太合理吧 如果周家真的是如此胸怀 那离日落西山 可真的就不远了 好好好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家奴 老朽今天就让你说 若能说出个所以然 那三十万两银子又何方 若是说不出来 那小爷我就真的敞开了说 我认为周老爷子您 该谢家归田回家养老去 你放肆 来人 林轩 你在干什么 不要再得罪人了 诸儿放心 你夫君自由得罪 你说 周老爷子 小爷我说话可是有道理 咱先说这其一 初见周老爷 虽然您看着精神抖擞 但是您这双目浑浊 嘴唇发紫 腿脚不变 应该是积劳成疾压迫了神经元 应当过床休息才是 你懂个屁的意思 老爷子身体是多年的疾病 整个变良城谁不知道 积劳成疾无法医治 整个变良城的医生都没有办法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 这病我能治 你说什么 大奉厥词 义讯 周老爷子的病 我想神医都没有 各位 稍安勿躁 我再说这其二 周家起于微末 周老爷子靠着衣服扁淡起来 世代以经营不明为神 富甲天下正是获得了皇商的招牌 是我变良的龙头起 但是 周老爷子若是再痴迷于这龙头地位 不思进取的话 很快 就会被我们陈家所超越 你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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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愣着干什么 弄手啊 林轩 你 大胆 大奉厥词 口出狂言 继续说 周老爷子果然大气 那今日的最后一手打油诗 我便放到后面 接下来 我将送给周老爷子 一份精细 一份 可以改变周家现状的精细 一份可以弥补三十万两银子损失的精细 一份可以颠覆整个产业的精细 今天是周老爷的生产 岂容你如此放肆 来人 给我插下去 周老爷 你不能信他啊 周老爷子 这机会摆在你面前 你要 还是不要 他属于一个家奴 不能信他啊 哎 无妨 姑且一试 如若不能的话 我陈家定会倾家荡产 也要弥补周家 林轩 同志绿珠和红业 一会儿就看他们的表现了 周雷子 呃 您可否给我们提供一个场地 然后再挑选出来一些女眷 容我挑选挑选 好 老夫 拭目以待 是 滚 等着看你的阳相 这傻小子搞这么大阵仗 我看他一会儿怎么收场 笑话 一个家奴竟然指引周家经商 我还真是头一次见 确实荒唐 如果你收不了场 周老爷子一定会将你乱棍打死 淹妇产业 真是笑话 哎 你快点啊 我们都等着吃饭的啊 是啊 不要耽误了老爷子的生辰夜会 我看他就是在雇佣学区 老爷子 不如 哇靠 哇靠 这应该就是变梁的第一美女了吧 这 这 我的小情侧 有只小物在乱找 别看 都别看完了呗 消负饭叔 消负饭叔 住嘴 哎呦 你给他买了 你一定要给我老婆买一套 不 要买十套 这件衣服 能将女人 如此曼曼的身子 展现得淋漓静致 如此完美啊 不愧是大哥 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 不对啊 关靠外面的衣服 是做不出这样的效果的 有道理 对 周老爷子 您果然目光如炬 这次我们陈家呀 研究出的不仅仅是这旗袍 还有你们看不见的内衣 所以我才说 这是颠覆整个服装行业的一次壮举 内衣 内衣 什么是内衣啊 就是 你就别卖关子了 陈家女婿啊 无须多虑 我周家是堂堂的皇上 在整个龙岩 无人敢仿卖我周家的产品 有什么好东西 尽管拿出来吧 对 林轩 到底是什么内衣 赶紧拿出来 就是 你赶快拿出来吧 如此甚好 如此甚好 姐妹们 再走一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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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逢败书 相逢败书 出手 周老爷 周老爷 你像魔王都被偷了 周老爷还有我 带上我发财啊 周老爷 陈家是三十万 我们补上 要带我们上床 各位稍安勿躁 我们先听听 这陈家女婿他怎么说 周老爷 其实我这次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成衣 旗袍 加内衣 颠覆传统部 开创新式服装产业 冲出便凉 走向龙岩 拥抱更大的市场 走向人生的巅峰 这个内衣 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啊 周老爷 您听我解释 本人呢 根据这个女性胸部的大小 设计出的 新式肚兜 这个肚兜呢 具有挺拔胸形 防止下垂 修身塑形等功效 此物伤风败俗 此物伤风败俗 好好好一个陈家女婿 有意思有意思 今天这个事 我很满意 关于不疲损失之事 今天暂且不说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说好的这个大游诗呢 不就是一首诗吗 简单 诸位都听好了哦 大哥 加油 一缩一粒 孤舟 一丈长竿 一寸弓 一上一下 一来往 一人独调 一江秋 好 有意思有意思 大气 大气 但是陈家女婿啊 这毕竟是 三十万两银子的损失 您的东西 它再新鲜 但是你怎么能保证 让所有人都能接受 换来银两 换来利润 贵啊 这个东西啊 确实伤风白锁 您要知道 不管在哪个时代 女性都是爱美的 虽然他们嘴上说的 不要不要 其实身体还是很诚实 对吧 那倒是 是是是 哎呀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如此懂得女人呢 哎 陈家女婿 你是不是 早有应对之策 那是自然 过几日 我们会在便梁 开一个 诗酒时装发布会 到时候会邀请整个便梁的富商 达官显贵及学生来参加 把我们的成衣和内衣推销出去 彻底捧红 哦 你今天还火爆 那是自然 哼 好 好好好 假如真是这样 这三十万两银两 一笔勾销 假如你不行 您放心 若是不行的话 我陈家就算倾家荡产 也会弥补周家的损失 嗯 好好好 啊 好好好 我先 陈家女婿啊 你那个 哦 他们换衣服去了 一会就回来 啊 好 那就等他们回来以后 咱们开始演会 好 好啊 好 好 好 这次陈家能绝出逢生 成为周家最大的声誉合作伙伴 舒尔功不可没 林轩辅助功不可没 从今日起 果变升你为一等嘉宾 与管家平级 还有呢 还有呢 脱离奴己之事呢 现在还不算真正完成 既然什么老世子的时装发布会 是你提出来的 那就带你们 把时装发布会搞成功了 再来讨论 好 夫人 我一定会做到 手到擒来 那七日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十九时装发布会 你明天早点起来 我们好好准备 好 姑爷 你把小姐都醉了 咋的了 小姐明明是三十六笔 可是你给她准备的 是三十二笔 她说 有被你羞辱的 可恶 气死我了 我要杀了她 我要杀了她 轻点 拿到来 公子冷静 公子冷静 林轩现在如日中天 我贸然对她动手 对我们不利啊 那我怎么办 啊 这口气我忍不了 过头 坏祖母 我要杀了她 我一定要杀了她 一个废物追续 没想到 在陈家站稳了脚跟 确实不能再留了 不过过几天我听说 在汴梁 熬一个什么 失酒失庄 发布会 是啊 外祖母 这下要是成了 那陈家不得飞上天啊 七天 声势浩大 那是必须得顺顺利利 一旦出现任何插座 那得罪的可是周将 我可以从这方面下手 好 集合了 集合了 各位姐妹们 为陈家做贡献的时候到了 本次时装大赛 需要模特实名 欢迎各位姐妹们 踊跃报名 积极参与 为陈家的荣耀 牵砖 加瓦 人呢 不是说好 今天都在府内集合的吗 去哪了 皇家 皇家 大小姐 站好 参见小姐 参见夫爷 就这些 管家 这什么情况啊 大小姐 我也是没办法 拿得出的丫鬟都请假了 都请假了 对 秋香老母亲病了 回家了 下乡她哥哥结婚 回家帮忙去 春香呢 家里老母猪下载 接生命 那那个 剩下那个香呢 冬香 早上吃撑了 还在拉肚子 你 大小姐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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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人家当过模特呢 信手拈来 行了行了 你们都回去吧 是 走走 这个混蛋管家 他就是故意的 小姐 这可怎么办啊 本来我们就只有七天使劫 这下 再因为雪人耽搁了 姑爷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这着什么急啊 这明摆是那黄昭搞的骨 能有什么办法呢 人家毕竟是你的亲戚 那刀出那个牛 可是你在人家周古吹下的 看我干什么 我又没有拜托 你说 像陈小姐这么美的美女 身边就没个什么 朋友闺蜜之类的 啊 你想都别想啊 我那帮朋友都是大家闺秀 秀你这种 你这种伤风败俗的东西 你说什么 伤风败俗 伤风败俗 伤风败俗好啊 二位美女 今晚可否愿意与我一起 伤风败俗一下呢 什么 哎呀 走吧 管家这次办得不错 只要他们没有人手 还搞什么发布会 老夫人 使您教得好 老夫难为五米之吹 我看这个家奴 这次还有什么办法翻身 招儿放心 陈家是你的 陈叔也会是你的 嘿嘿 我看这个家奴 是你的 你怎么会是你的 那是你的 我看这个家奴 是你的 你怎么会有的 你怎么会有的 是你怎么会有的 侯爷你疯了吗 你怎么带小姐来这种地方 还让小姐给你买单 不带她来 你有钱啊 明轩 你最好能解决发布会的事情 要不然你就死定了 叔啊 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鬼才吃你的错 我问你们 我们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呀 是美女 光有你俩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再问你们 这美女最多的地方是哪呀 就是新楼 公子 您是第一次来我们万花楼吧 初次见面 必须要喝个浇杯酒 喝 必须喝 高子 下次一个人来就行了 我们这儿的安全措施 可是整个变良城 最好的 好 我答应你 下次我自己一个人来 公子 您看你这护卫 好没有眼里见啊 瞧着脸黑的 看得人家好啪啪呀 你到底能不能干正事了 你到底能不能干正事了 好好好 美人 我问你啊 你们这万花楼 最好看的花魁是谁啊 最好看的花魁 当然是沈孟雪了 想见我孟雪姐姐的男人 可是从便良排到临安呢 不过 只有才华非凡的风流才子 才有机会成为孟雪姐姐的入木之兵 柳传州 柳公子到 柳公子 他居然来了 公子失陪了 姐姐等等我 没想到 今天传说中的柳公子来了 此人可是名满京城 又白衣倾向之明 凡有井水之处 恶不闻柳慈啊 柳传州肯定是为了沈孟雪而来 惨了惨了 我们没有希望了 柳公子 柳公子 哎呀柳公子 柳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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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柳公子 白衣倾向 柳公子 这也太奢奋了吧 说绿珠啊绿珠 你能不能别那么花痴啊 什么白衣倾向 我看就是装模作样 人家绿珠说的也没错呀 白衣倾向柳传州 就算往前到五百米 也比不上他呀 谁还不会听个破词了 就你那个破打优势 还想拿出来跟他比 我告诉你 今天这沈孟雪我吃定 就算是当代的慈圣了 赵雁也得给我扒着走 就算是当代的慈圣了 赵雁也得给我扒着走 小子 放什么狗屁啊 竟然敢对白衣倾向不尽 我看你是人不知自丑 马不知脸长 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 诸位 刘某今日只为孟雪姑娘而来 特意付上新词一首 以表新意 等等 你是何人 陈家 他这总一等家丁事宜 但是你想要见沈孟雪 必须先赢了我再说 他就是那个陈家家丁 你在州府写打游诗的那个 打游诗也能上得了台面 还是个家丁 难道你想跟柳公子比辞 真是自不量力 原来是一个小小的家丁啊 刘某可是皇家亲命的词人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比的 不是 你是不是傻呀 皇家亲命奉旨填词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你这一辈子当不了官了 这 废 你 好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就来吧 我刘某若是连你都赢不了 那我以后也不用再写词了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出来没逼你啊 咱们俩又是谁说了 无条件答应对方一个要求怎么样 好 一言为定 我写好了 这是我的词 麻烦您帮我代交一下 给 好的公子 等会儿就知道谁是废物了 哎呦 拜托 不要拿你的专业来挑战我的兴趣爱好好不好啊 你会没饭吃的 皇王 白衣倾向当面 就连我等都要退避三十 区区一个家丁 拔中取丑 丢的是陈家的脸 你这一退 便是一辈子 可是我不甚笨 来了来了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白衣倾向 没有人能拒绝柳慈 今天的入木之兵 肯定是柳公子 刚才的柳慈我可是看了 一生赢得是凄凉 追前是 暗心伤 好天凉夜 满瓶相悟 终人便相忘 王孙洞是 今年去 贪迷恋 有何尝 万众牵拔 依情分 颠倒 尽猜凉 这首柳慈写得太好了 好好好 写得太好了 短短数次 竟然将青楼女子一生之命运 写得清清楚楚 让人晚叹 不愧是白衣清香 姑爷 我们要不还是跑路吧 太丢人了 被人打脸很疼的 其实 十九时装发布会 也不一定非要有话款 就是你这个脾气 沈梦雪今天我叫定了 耶稣都留不住 我说的 耶稣是啥 能吃吗 看你就是不当黄和不死心 何花快说 到底是谁 这还用说 肯定是柳公子 柳公子 快上去吧 孟雪姑娘说 有请这位林轩林公子上楼 你说什么 柳公子 这看来 这是我赢了呀 天哪 姑爷你竟然赢了 你刚才到底写了什么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黑幕 一定有黑幕 公子怎么可能输给小小家丁 我不信 这不是真的 不可能 我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家丁啊 我要看看他写的词 刘老弟 你记住了 你现在欠我一个要求 想看你就慢慢看吧 我呢 就先上去找那沈梦雪去了 你想看你就慢慢看吧 我呢 就先上去找那沈梦雪去了 不好意思 孟雪姑娘说 只见公子一人 那行吧 那你们俩就先等我一会儿吧 你要是敢跟沈梦雪做那种事情 我就 我就 你就怎么着 不理你了 孟奶奶 这是为了咱们的 十九十中发布会去的 你要是不愿意 那咱们现在走也行啊 这家座 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他确实比我厉害啊 苍天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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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生鱼 何生亮啊 雨淋淋 寒蝉妻妾 泪肠挺晚 正雨出歇 她竟写出如此好的誓词 还是为一个青龙女子 只手相看泪眼 竟无语凝依 这已经太有画面了 没想到 家庭哥哥居然写得这么好 要是让他为我写一首 我肯定就出名了 多情自古 伤离别 更哪看 冷落青秋节 从今日起 我柳传舟封闭 从今往后 再无留词 青霄九醒何处 杨柳暗 小风残月 是什么样的姑娘 竟然能让公子这般荣物 难以忘怀啊 当然是孟雪 你这样的美女了 我和公子初次相识 公子怎么就写离别了呢 那是因为刚见到孟雪姑娘 就已经想到离别时候的痛了 实在是太痛了 四公子这般才华 能够来看孟雪 就已经是我最大的荣幸了 公子若想 随时可以来 你看上的是我 祠吧 孟雪敬公子一杯 这身子 无愧是花魁 哪个干不经得住 这样的宝宴 孟雪 可让公子失望吗 嗯 没有没有 像小爷我这样 最喜欢你这样的美女了 蒲柳之姿 公子不信 孟雪姑娘 其实我今天来 不是为了风花许月 而是 有正式商谈 公子说笑了 来这最乡楼的客人 能有什么证实 莫非 公子觉得孟雪 已是残花败流 放浪行海 苦儿找个理由推脱吗 真的没有 其实 人家还是清官人 从未接过客 孟雪 孟雪姑娘 我今天真的是有 钥匙商谈的 这场时装发布会 绝对是空前绝后 开创整个龙岩新纪元 你想想 到时候来的 可都是整个变良城的 达官显贵 如果走秀成功的话 你就是引领龙岩封上的 顶级名媛 所有人 都会疯狂 败倒在你的石楼群下 这天下第一美人的名号 非你莫属啊 难道你不想成为 这天下第一的美人吗 你只要跟着我干 我让所有人 都成为你的粉丝 背叛我的人 我都会给他一百万 听懂 掌声 掌声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天下第一美人 有意思 虽然知道他在画饼 可是真的好洗脑啊 居然 真的有人来清楼 并非只为风流的 公子 来给奴家写首词吧 以后 奴家就是你的人了 公子 奴家也要 只要你给奴家写词 你可以不把奴家当人 公子 今天一场雨淋淋 就连白衣青象 都自愧不如风笔 能不能给我签个名 公子大财啊 您击败了白衣青象 从今往后 您就是我们的龙颜师胜 行行行 让开让开让开 老弟 姑爷你好厉害 太帅了 哎 一般般 洒洒水了 哎呦 沈梦雪一定很漂亮的 我看某人在温柔乡里 把正式都给忘了 我看某人在温柔乡里 把正式都给忘了 什么温柔乡啊 我是去办正事的 还有 你知道为了你 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吗 牺牲色相呀 还有什么正式 需要一个时辰 那你可就说错了 小爷的本事 还不止一个时辰 姑爷 你不吹牛会死啊 立珠 你也想尝试一下 本小爷的能力啊 一个时辰 算了算了 你们两个闭嘴 反正沈梦雪那边 我是搞定了 但是这件事情 绝不能让黄昭知道 我说得对 管家给我们安排了 那么多歪挂列子 又是被他知道了 你又得玩玩 接下来我会小心的 不会给他们机会 那行 那你们就先回去吧 然后把我设计的东西 让人给我送过来 你还舍不得沈梦雪 是不是 什么呀 我要给他们来一个 提前培训 让他们知道 咱们是专业性的团队 随你 小姐 小姐 你该不会 真的喜欢上孤叶了吧 胡说 他不过就是个家丁坠婿 我才不喜欢 要喜欢你 哇 这些衣服都好好看呀 我也要 我也要 这套是我的 别想别想 都有都有 这个是什么呀 眼罩吗 怎么了 我用的不对吗 不能说有关系吧 只能说是毫不相干 那这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 这个是我发明的 新式肚兜 呸 无耻 你一个大男人 怎么能用这种东西 林公子 你怎么这么不务正业呢 好好写词不好吗 非要搞这些 歪门邪道的东西 是啊 把肚兜做成这个样子 又小又难看 你要人家怎么穿吗 莫非 林公子你有什么特殊癖 不过 只要你答应给人家写词 人家就穿给你看 你们说什么呢 谁说我不正业了 你们是不是觉得 一个大男人设计的女人的 这个私密衣服 就很无耻啊 嗯 错 大错特错 你们的观念太陈旧了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 怎么就错了 堂堂男子汉大丈夫 岂能做这种低劣之事 好 那男子汉大丈夫 那不是娘位大的了吗 啊 再说了 这是生命之源 是甘霖雨露 我们更应该好好地呵护他 你们懂吗 住口 这个红颜无耻之人 姐妹们 揍他 姐妹们 揍他 哎 别砸呀 哎 听听听听听 你们再砸我发飙了啊 你们听我解释啊 我这个发明的金石独斗 那具有 那具有 挺拔胸型 防止下垂 还有这个修身塑形等功效 你们要是穿上 那颜值绝对高出好几个档次 这东西真有这么神奇啊 如假包换 要不 你穿上试试 孟雪姐姐 要不 咱们试试 是啊 姐妹 难道你们不想拥有 傲人的身材吗 想 难道你们不想拥有 那挺拔的那啥吗 想 那还等什么呀 穿上呀 可是这个东西这么古怪 那怎么穿呢 那就本设计师亲自操刀给你们 示范一下 哎呀 哎 这样 你们先把自己的衣服脱掉 然后 这么一脱 一包 往后这一拉 哎 那就好了 来 快试试吧 试试 哇 好好看呀 林公子 人家从来没有这么好看过 你真是太懂我们女人了 是啊 穿上这宝贝 我感觉轻松多了 要不酸了 腿不痛了 少了也不怕摔倒了 孟雪姑娘 我没骗你吧 琳琅 对不起 我错怪你了 这个 确实是个好东西 不过 我穿上感觉有点累 难受 哦 当然还难受了 你这个 这个 这个是地照碑啊 你选了一个小肚都能不累吗 这样 等一会儿 给你换个大点的 哦 原来如此 那 照碑是什么意思啊 照 这个我懂 照碑就是大小 林公子 我是什么碑啊 你呀 你这是 ABC 你是G 那我呢 你 你是B 那我呢 我呢 你呀 你是 对 要不行 讨厌 林公子 不过 孟雪姐姐怎么会是D呢 该不会 是里面塞东西了吧 胡说 林公子 你别听她胡说 人家可是纯天然的原装货 是吗 原装货 那我 可得好好厌厌啊 这打架我可老认真了 来啊 来啊 唉 各位美女 现在你们穿上之后 是不是感觉 特别的挺拔 特别的自信呢 没错 林公子 你真的是太懂我们女人了 我感觉 林公子 应该叫妇女之友 嗯 我觉得呀 林公子应该叫 乳圣 嗯 我觉得呀 林公子应该叫 乳圣 你得了吧你 秦秦轩别别别笑了 现在我教你们走路啊 走路也要学 哎 猫步你会吗 猫步 什么叫猫步啊 看好咯 哥给你们展示一下 什么叫猫步 一个接着一个 对就这个节奏 上来上来上来 得了对 走起来扭起来扭起来 下一个来来走 哎 走走走对 扭起来 哎对对对对 干嘛呢这是 下来 你换个姿势 走走走走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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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林公子 你也累了吧 孟雪准备了饭菜 你可真是一个 善进人意的好妹妹 来 林公子 林公子 孟雪再敬你一杯 林公子 你没事吧 我求姑娘 三下 实在是 不胜酒力 那我扶公子 去床上休息吧 别只好如此了 来 小孟雪 可是,果然长哥们身子,心怀不悟,我这该死都不出安放的魅力了。 快点开呢。 我要不要配合他一下,我就是翻个身。 梦雪在这肮脏场,不求能终身托付公子,只求这一席。 幸好,梦雪还是清白身,不会玷污了公子。 不会玷污了公子。 我慌什么呀? 你没醉啊。 刚才确实有点醉了。 这就是你说的港前培训。 陈小姐,你不要误会。 这也累了一天了,吃点东西压压肚子。 最好是这样。 佛老爷问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绝对万无一失。 看来我得走了,你就在这儿,让姐妹们独家练习。 梦雪定不负公子所托。 好,快跑。 气死我了,这个混蛋,要不是刚才我去找他。 他就被沈梦雪那个狐狸精给迷住了,我们的计划就都泡汤了。 小姐,姑爷不是这种人,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他倒是回来了,心都留在那个最箱楼了。 小姐,你这么关心姑爷,我看你是真的喜欢他了吧? 胡说,我会喜欢他。 他不过就是臭男人一个,除了有点文采,有点小帅,嘴巴甜一点以外,他还剩什么,什么都不剩。 我怎么听到这儿有人这次在夸我呢,这是。 哎呀。 姑爷,这是小姐给你准备的,快吃吧。 是吗? 谁给他准备的,这些菜都是我的。 大小姐,你真冤枉我了,我和沈梦雪清清白白,毫无瓜葛。 你要是不相信,我现在我就走。 哎,回来,谁说不信你了? 我就是怕沈梦雪他们撑不起场面,搞砸咱们的发布会。 大小姐,你就放心吧,我保证一定万无一失啊。 对了,最近的老妖婆和那黄昭梅搞什么妖蛾子吧? 他们以为你醉生梦死,摆烂去了,对你可是放心得很呢。 小姐,姑爷,黄老爷来信了,发布会定在三天之后。 太好了,三天之后,就是咱们一飞冲天,名震天下的。 大小姐,到时候我的,卖身机。 你放心,到时候一定给你。 呀,这不是一手雨淋淋成为花魁沈梦雪入木之兵的林轩林公子吗? 这不是在周府寿宿宿上被打成猪头的黄昭黄公子吗? 你,你什么你啊? 树儿,这次去逛青楼你都不生气吗? 我的事轮不到你管。 身为陈家奴婿,竟敢私自去逛青楼? 要是搞砸了时装发布会,我再来收拾你。 快呀,只怕,恐怕见不到你的时候了。 摆烂了。 哎,干什么呀? 老幼婆,我只怕你活不到那个时候啊。 你,你,你,你。 你刚才跟那老太太说什么了? 没有什么,只是说了一些孝敬老人的话。 走吧,别让周府的人等咱们太久。 小小猩,小猩猩。 这小贼子,竟然他,诅咒我死。 昭儿,你没给他安排人手吗? 没有啊,绝对没有。 只要他手里没有人,到时候,周老爷,要是丢了面子,就算是天王老子,也帮不了他。 对。 别生气,别生气。 林公子,今天老夫可是舍下了这张老脸,把变良成那些有头有脸的达官显贵,夫人女卷都请了过来。 你的发布会,不会有什么纰漏吧? 您就放心吧,我保证办得圆圆满满。 恰在撒谎。 老爷子,这几日林轩过的可是潇洒快乐,他根本就没有时间筹备发布会。 什么,此事当真。 这个奴婿前几日在醉香楼,凭借一手雨淋漓,击败了白日清向柳传州,让柳传州自觉封闭,不再写死,竟然还封他为贼圣。 还有这等妙事。 老爷子,这小子文笔虽然是好,但品行极差。 他就是凭借这首词,俘获了花魁沈梦雪的芳心。 这几日是天天浸泡在这个温柔乡里,早把您的大事给忘了。 林轩该死,耽误了我陈家的事倒没什么。 若是耽误了您周老爷的大事,哪怕死一万次都不够。 此事当真,陈家女婿,你敢细刷老夫。 可笑,我看,想坏事的是你们吧,我要是不那么做的话,你们也不能相信呢。 周老爷子,还有,您放心,此次发布会,我绝对做得圆满成功,保您满意。 你小子还是有点东西,活像老夫当年的几分风范。 外祖母,他们不会耍什么诡计吗? 他能耍什么诡计,随皮子用吧,等会就原形毕露了。 哎呦,多谢柳公子前来捧场。 答应你的事情我已经做到了,我们两不相欠。 你跟这个柳传珠说什么? 哎,这读书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呀? 写诗吹牛逼,等这是过后之后啊,他不得给我好好宣传宣传,这得省了多少广告费啊? 你这是太阴险了。 这怎么能叫阴险呢? 这叫,智慧。 是梦雪来了吗? 早就在里面了。 好,那咱们就开干了啊。 女士们,先生们,由我们周氏商行和陈氏部行联合举行的诗酒时装发布会,现在正式开始。 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欣赏我们的时装秀。 我带领大家欣赏我们的时装秀。 是啊。 喂,宋墨,这些人好像都是青楼女子。 原来她去最享乐的目的,是这个。 这个,你看。 恰恰相反,这么重要的场合,虽然用花魁,这会她死定了。 哎呀,我也想要。 所有,今儿有美人,有美衣,有美景,岂能没有好事来助兴? 且听我吟来 云响衣场花响戎 春风拂旅路滑浓 若非群玉山头剑 会向摇台月下逢 此一名为云长 好好好 好诗 仅此一首诗就没白来啊 写得真好 怪不得 白衣倾向会封笔 云梢 好美的名字啊 这个衣服也太好看了 清新素雅 一点云文点线 官人 我要买我要买吗 买买买 云梢云梢 云响衣裳 好有诗意的名字啊 这件衣裳我要了 你们谁都变后强 我要了 败家老娘们 也不知道多少钱就买 你们是疯了吗 要说这林公子也是有大财啊 这败家老娘们 心甘情愿的就买 简直奇迹啊 人家女婿 果然没让老夫失望 十九与衣服搭配在一起 这种奇思妙想啊 只有你才能想得出来 既去了铜臭 又赚了名声啊 妙 妙啊 林轩 你大胆 今日来的客人 可都是变量成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你让他们买青龙 女子上个衣 青龙 你到底是何居心 这些人真是青龙女子 怪不得呢 我说怎么套着一股狐媚的劲呢 既然让我买青龙女子穿过的衣裳 这是把我们也捣成青龙里卖的吗 真是可恶 怪不得呢 我说这件衣服穿着怎么这么不正经呢 不行啊 哪有女子穿得如此如此 这衣服 这衣服 分别就是勾引男人用的吗 真是摆下了这些诗词和好名字 余伤余伤 我看就是狐狸鲸穿的衣裳 我就觉得奇怪 这不是最先楼的翡翠吗 我还跟她喝过花酒呢 今天穿着这身衣裳 倒是别有一番风趣 不买了 就是不买了 这道理不买了 赚钱 您是 赚钱 你这是自作自少 看你这次怎么办 请听我一言 有什么可说的呀 你拿这种衣服 简直是侮辱我的 就是 难怪成为了陈家的坠徐 你连迟 早就丢没了吧 你看这 我其实是欠了毫无底线 我是不买了 谁还没 这件衣裳 我不要也罢 书位 我请问 这衣服有罪吗 人有尊卑一分贵贱 青楼女子只为勾引男人 我等自有身份 你让他们穿成这样 在我们面前 你是在场的官家小姐夫人 都是青楼女子吗 你笑什么 我说的不对吗 这样 我问你个问题 你说 要是说 我拿着刀子去杀人了 问这是刀子有罪 还是人有罪 当然是你有罪了 一把刀 如何定罪 这不就结了吗 这刀子没罪 这衣服 何罪之有 你这是诡辩 这女人穿的好看 只是为了给男人看的吗 当然 女为阅己者容 你不懂吗 女为阅己者容 难道不是说 女人为了愉悦 自己而打扮自己的吗 诸位 女人应该为了自己而美丽 应该为了自己而绽放 应该为了自己而贺彩 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穿衣自由 林轩 岂有此理 你是刚常伦理为何物 夫为七刚 这是自古圣人之言 夫妻也说过 这唯有小人和女子难以 也对吗 当然 你才是小人呢 你才是小人男友 没有你妈 怎么说出来的你啊 真是仇人多作怪 难怪说话这么难听 就是啊 你像人家林公子 同样都是人 怎么差距这么大呢 你说得好 我是在听你们说话呀 谁要你说 我们自己不会讲话吗 老公 老公 揍他 揍他 对 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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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公子 你继续说 你说话本夫人爱听 本夫人重重有赏 不合人圣言啊 这不符合圣人之言 什么意思啊 你意思是 老娘是小人了 老婆我错了 我错了 当时这么多人的面 给我点面子吧 林公子 你继续说呀 诸位夫人 请你们想想 闲暇之余 喝喝茶 种种花 穿着云长 岂不是一种美啊 又或者看看书 写写字 清唱 云响衣裳 花响容 孤风自赏 未必是一种美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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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风自赏 火箭油脸 再或者 咱们约着咱们的小姐妹 去茶楼 去踏青 姐妹之间互相欣赏 不也是一种美吗 自家的官人 忙碌归家 你 取酒 饮茶 岂不是 归中之房 房中之乐呀 说得好 说得好 咱们几个一起去踏青 给那些男人看什么呀 就是 去就去 还怕被你这小浪蹄子 抢了风头吗 这穿衣服的人 和衣服一样重要 我们将效果最好 最漂亮的给你们看 难道 这有错吗 是是是 林公子说得对啊 所以 他们的身份 还重要吗 林公子说得有道理 是我们肤浅了 今天的衣裳 所有的款式 我都买了 我也要 我也要 我要给我老婆买 我也要 我也要 我家伙不要着急 一个过来 都有 都可以买 万祖母 这些人疯了 怎么办 看来这小子不简单 我们再做打算 林公子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真是年少有为 年少有为啊 和老夫当年年轻的时候 一模一样 陈大小姐 那三十万两的银子 不用赔了 从今往后 你我两家联手 把林公子的新发明 挥向全国 走出龙岩 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公谢周老爷 真是太好了 我们陈家的危机 终于结束了 这都是林轩的古老 各位想买衣服的美女们 你们不用着急啊 咱们的款式多得很 请你们安心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咱们今天的发布会 才刚刚开始 这好戏啊 还在后头呢 林公子 我相信你 对 我们相信你 仙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河朝朝暗渡 金凤玉露一相逢 便胜去 人间无数 这一件名为玉露 又一首啊 这又一首啊 这家伙怎么换一件衣服 又是一首词了 而且还都是千古绝差的家具啊 苍天啊 金声音 何声亮啊 玉露 优雅中显示这一丝高贵呢 老公我要买玉露 我要买玉露 买买买 玉露骰子安红豆 入骨相思 知不知 此剑 相思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 异点通 此一 玉蝶 落花人独立 微雨 燕双飞 此一 雨燕 郑老爷 你看我们这么多年交集 我也想禁购一批 滚 要进也是我进 你刚才还说伤风败俗呢 哪轮到你啊 天若惊鸿 宛若蛟龙 荣耀秋菊 华日春松 仿佛西若 晶云之碧月 飘摇西若 流风之回雪 此一 惊鸿 这是 什么雪 什么雪 是最香楼的首席花回啊 据说 他从不轻易见客 没想到 他也来了 他竟然来了 金红 我要那个金红 什么雪啊 太美了 我要金红 你穿这款 好像不符合你的气质 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气质了 我觉得 你可能没他好看 闭嘴 买不买 买买买 是个臭男人 有外面野女人写那么多次 一手都不给我写 各位 我们城市不行 欢迎所有人来定制 另外 我们还有专门来制作好的衣服 可以去周老爷和我们的成衣店去选购 另外我宣布啊 沈梦雪将成为我们品牌的代言人 我们的新产品啊 不仅仅只有旗袍 台下的美女们想知道台上的模特们如何保持身体塑形的秘诀吗 那是因为他们穿了我们的另一款新产品 内衣 想了解的女客户们一会将由我们的模特带你们去后台观看 怪不得那些衣服他们穿的这么好看呢 原来还有秘诀啊 姐妹们 我们去等什么 我要买呀 买买 林公子 咱们的定价会不会太贵了 二百两银子还是比较便宜的 但是金红甚至需要五百两一件 这 你说你真把一帮客人当傻子 可是价格这么贵 怎么可能有人买啊 贵 不贵不行 就是要贵 不贵他没人买的 这是什么道理啊 你们知不知道这贵人什么意思 这贵人就是要买最贵的最好用 你们记住了 这贵人买的可是东西 贵人买的是逼格 是情话 是档子 再者 咱们这店铺开在这便良最好的黄金地理 这旗袍的材料用的是最好的蚕丝 也是用的最好的美工 再加上我敏满京城的慈胜 金水操刀 金力炫的设计 别说是五百两 就算是五千零 都有人抢 这么爱你们信不信 有道理 我听林公子这么一说 老夫倒觉得真是卖便宜了 林公子 你真是大财啊 跟老夫年轻的时候 互相伯仲 互相伯仲啊 现在我战神旗袍正式开业 欢迎各位小姐夫人 立临本店 本店将提供最热心的服务 废话 快让开 我现在就要继续买衣裳 惊鸿 我要惊鸿 有了那件衣裳 我就可以把那具小辆贴纸都给逼下去 二位小姐 里边请 让 小姐慢一点 小姐慢一点 什么 一件衣服要二百两银子 你不会买不起吧 我觉得价格不错 符合我的身份 这件五百两的金红 我要了 谁买不起了 二百两算什么 这里的衣服 我全要了 给我包起来 我说什么 只要咱们开了这第一炮 以后在龙岩就可以开一个 连锁店服务 没错 下一步 咱们直接去京都临岸 臭老爷子 你看 我那三十万 不要紧 老夫和陈大小姐 早已经商量好了 不用你赔了 多谢周老爷子 我还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该不会是想反悔吧 放心 老夫说话从来不会反悔 老夫只是想借你夫婿一用 让他前去临安 开拓市场 不过 我不会让你们白干的 你们陈家 将来会是我们周氏商行的 独家供应商 我去 怎么又选到我了 那我考虑考虑 不急 不急 老夫等你的好消息 走了 阔山 这金子在哪都会发光 小鸟就是个天才 我答应你的事情都已经做到了 该把我的奴迹身份 还回来了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周老爷子现在 也明要你去临安 你若是不去 他反悔怎么办 而且 奶奶和母亲那里 此时 肯定不会愿意释放你的录子 那你说让我怎么办吗 我要你去临安 只要陈氏和周老爷子合作 陈氏成为唯一的供应商 那此时 家里就没有任何人 那好 不过 最后一次了 这绝对是最后一次 不过此次 我要跟你一同前往林 保证 任务不出现问题 好 你去哪儿 人生得意虚敬欢 末世金尊 空对月 去临安 怎么能不带上 咱们的品牌代言人呢 对不对 这个混蛋 什么学到底有什么好的呀 真是气死我了 小姐 夫人回家探亲之前 不是把故意的奴迹 留给你了吗 小姐是舍不得 故意走的吧 你说 灵轩 真的就那么想离开陈家吗 小姐 姑爷本来是想陪着小姐的 但是小姐对姑爷爱搭不理 这时间长了 心也凉了 小姐 你要不要主动把姑爷追回来 姑爷这么好的人 你可得珍惜啊 让我去追她 白日做梦 这辈子都不可能 小姐您就是嘴硬 我看您早就喜欢上姑爷了 绿珠 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下面呢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月的月期 没有了 不要啊 小姐 你个废物 让你盯着那个奴婿 你都盯不上 你还都有什么用 老夫人 这事可不能怪我呀 我可一个人没有给她呀 谁知道那个追血 敢找青龙女子 乖兔摩 杀了她 我一定要杀了她 我必须让她死 小子现在深得周老爷喜欢 特意点名名安跟我们陈家合作 我们懂了他 周老爷可得罪不起呀 什么周老爷不周老爷的 我就是要他死 我就是要陈叔跪在我面前求我 乖兔摩 你打我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整个陈家 一个区区的奴婿 再大的本事 又能犯出什么风浪来 他们要去临安 就让他们去好了 什么 让他们去 等他们一走 我们将工坊 全部翻空 对周老爷而言 只要有利益就行 他们回来 陈家还是陈家 可是 已经不是他们的陈家了 乖孙母 您精明啊 周老爷虽是皇商 但是在京城 不过也是夫妻 所以我等行事 敌人要小心才行 老夫在变良 确实有几分破灭 但在临安 贵人实在太多了 要想做到变良的效果 还得贵人相助 所以说 需要贵人相助 还需要淫妄 站台才行 最近听说 齐王妃病重 齐王府招揽天下的神医 为王妃治病 若能治好王妃的病 这 这不是我最擅长的事吗 林公子 你会医术 我家姑爷医术可好了 当初我家小姐疼痛难忍 差点人就没了 就是我家姑爷治好的 哎呀 太好了 林公子 此事非你莫属啊 那也得先去看看才行啊 今日齐王重赏 若谁能治好王妃 必得齐王赏识啊 不仅有赏进 或许 还能举荐成为 国之御医 你真以为这病有这么好治啊 就连御医都束手无策 大国手也是摇头而出啊 咱们这些普通的医生 怕是别想了 快走快走 滚出去 真是什么骗子都敢骗到齐王府了 我家王人说了 鉴于最近骗子太多 必须通过筛选才有资格医治王妃 敢问王妃得的是什么病 王妃患有牙疾 疼痛难忍 就连大国手也只能暂时缓解疼痛 找不到原因 这不就是牙科病吗 简单的小手术 我先来 你是哪家圣手 辩良臣家赘婿 林轩 区区一个赘婿 还说是什么辩良臣家 听都没听过 这个赘婿啊 最喜欢参徒富贵 他以为齐王府 也是这么好骗的吗 真是什么人都敢成医者 他要是不被齐王府打出来 我的信倒过来写 你们才是骗子 我们家国业医术可好了 我们家小姐就是他医好的 厉害 还能当赘婿 一个小小赘婿 地位和奴仆有什么区别 也敢到齐王府门口放肆 赶紧滚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一个人的身份高低 就能决定他的医术 若是这样的话 那你们为什么不让国医 直接来诊治 还招揽着天下名医干什么 你的意思是 你的医术很高明 你们王府内既然有医术考核 那你让我进去不就知道了 但是如果让王爷知道了是你 耽误了让我救治王妃的时间 你就不怕掉脑袋吗 你 好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若是治不好王妃 可别怪我不客气 你 帮我进来吧 姑爷加油 你呀 就等着你姑爷扬名临安吧 区区一个坠区都能进去 我家可是有祖传秘方的 我也要进去 我也有这个祖传秘方 哎 这个病要是能治好 可是大功一件呢 我家可是医生传承啊 我还比不上一个坠序吗 就是啊 我们也要进 你们两个都进来吧 小姐姐 你这好手相啊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手相 真是太好了 好在哪里 你看看 这生命线 这说明什么呀 长寿 你再看看这个 妈呀 事业线 这说明你的事业 定会节节高升 小姐姐 你 今年多大呀 谢神今年二十 那就对了 今年是你的姻缘年 你今年要是能遇到良人的话 定会 幸福美满 你要是遇不到的话 恐怕就 饱汗终生了 那怎么办 姑爷 也能给我看看吗 这良人莫非就是你小子 怎么 你怎么看出来了 南无城 你也会看手相 小子 我只知道待会儿有人会被乱棍打出去 小妹妹 你可别被这丝给骗了 刚才还说自己医术高手 现在又给你看手相 我看 是借机会轻薄你 这小子竟然如此狂妄 竟敢挑戏枪腹的侍女 我看 一会儿就要被抬出去了 诸位既然都自认为 是一颗胜手 那想必很有信心 男人 把病人带上来 牙科病这是要考验真水平 看笑 到我们发挥的时候了 这是我府中是女 患有牙疾 疼痛已有数月 久之未愈 诸位 谁先来 我可开一幅方子 为其阵痛 我不吃 阵痛都早就吃过了 每每复发就更加痛了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真要命 你这是治标 不治本呢 你知道什么呀 古来治牙都是如此 你一个坠序 能有什么好的法子 那当然了 我家姑爷医术高超 肯定有更好的办法 怎么着 终于知道 本姑爷的厉害了 他要有本事 那就让他来 我倒要看看 这坠序到底有什么本事 你既然如此有本事 那就你来吧 还是算了 我要是出手 他们就没机会了 还是让他们先来吧 年轻人 不要太狂妄 在座的可都是一颗胜手 还轮不到你说话 那你来 我认为阵痛之法 最有效 和之前那位说的 有什么区别 废用 管家大人 你不懂医术 此病除去阵痛之法外 绝无其他办法 就是 若刚要是不信 那就叫坠序了 我也长点见识 到你了 好 那我就给你们 开开眼界 拿刀来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治病 我知道的方案 就是动刀子 小妹妹 把嘴张开 荒唐 老夫这一生 还没见过治病用刀呢 自为牙病 难不成 要把牙齿给割了 管家大人 快快制止此人 否则 空有生命之威啊 管家大人 他就是一个 小脚的坠序 能有什么抑制方法 我看不是治愈 这就是害命啊 我不知道 灵血 给我一个理由 不然 你会死得很惨 管家大人 伤安勿躁 倘若我要是治好了 那么刚才说话的人 岂不都是雍医了 自然如此 我齐王府 定会把他们赶出去 但是如果你治不好 他要是能治好 老夫此生不在心意 你是郎中啊 还是屠夫啊 你要是能治好 我拜你为师 好 那你们可看好了 我不知道 我害怕 小妹妹 这样 我告诉你 一点都不疼 真的吗 真的 你过来 好了 在这期间 炎禁吃辛辣的东西 过几天就会痊愈 不可能吧 你分明是把他牙敲了 装治病 这分明是上火之症 你把他牙敲了 充当好了 你当我们是睁眼瞎啊 就是 林轩 你怎么解释 我不治了 已经好了 你说说你的牙齿 少没少 好了 有一种牙齿呢 不规则生长 我们管它叫做智齿 而它的这种呢 被它的牙印所阻隔 长不出来 所以我们管它叫祖生齿 如果不拔掉的话 它就会生出来 长不出来就特别的痛 姑爷 我不会夜长这种智齿吧 你 不会的 真的吗 真的 这种牙齿啊 只有聪明的人才会长啊 姑爷 你是不是在冒没脑子呀 这个是你自己说的啊 跟我可没什么关系 这智齿是什么东西 不可能啊 这牙肉里 怎么可能有牙齿呢 管家大人 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 这姑娘的牙齿 肯定是被他敲掉了一颗 我真的没有少牙齿 也没有这些那种 钻到里面的疼痛感了 林公子 您还真有点本事 小手说罢了 信手拈来 不过 刚才我可听说了 要是我能治好它的话 就有人不再从医 就有人要跪下 拜我为师 确有此事 刚才只不过是句戏言而已 我们也是想逼出你的潜力 你应该感谢我们呀 管家大人 这些人就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 你休了门口胡言 血口喷人 刚才你只是幸运而已 我们都认可你了 你还要如何呀 可不是吗 你也就是占了我们一点上风 你真以为你攀上了齐王府了吗 闭嘴 真当我齐王府吃素的 展示威 在 把他们轰出去 以后不准在临安城行业 不不不 管家大人 我们错了 管家大人 我们真的错了 是错了 得了吧 我可不想留你这种人当弟子 管家大人 给我个面子 将他们放了 但是 我希望你们能长次教训 以后做一个政治的医生 这次我就看在林公子的面子上 还不快滚 谢谢管家大人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姑爷你真厉害 会诗词还会治病 你姑爷我厉害得多着呢 管家 这下可以带我们去见王妃了吧 当然可以 不过王府重地 只能你一人前往 王爷已经请了不少能人议事 到时候就看看谁有本事吧 还有别人 林公子 请随我来 王爷 人带到了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就开始吧 谁若是能治好王妃 本王必有重赏 小一仙 竟然是他 王爷竟然把他请来了 老哥 敢问 这小一仙是谁啊 小一仙是御医国守的关门弟子 不仅貌若天仙 更有菩萨心肠 江南瘟疫 小一仙独自一人救人无数 据说小一仙的医术 已经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了 超越了御医大国手 怎么连他都束手无策 王妃之急 骑士为坠马之后的外伤 流血不止导致昏迷 今中许多御医 也束手难策 小一仙也只是 堪堪掉住王妃的命脉 你两位谁先来 他一个毛头小子 懂什么东西 还是我先来 老东西转什么转 我去 这么漂亮的女人 竟然是个医生 不过这女人确实有点厉害 失血这么多 居然还能掉住面 恕老夫直言 王妃失血过多 恐怕 王妍 我早就说过了 王妃之急 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现在已经是回天法术 纵然是神仙来了也没用 不可能 一群庸医 废物 我员 还有一个人没看 他就算了 本王听说 此人是个坠序 他能有什么本事 坠序怎么了 哪条法律规定说 坠序不能医人治病了 实话告诉你们 皇妃之病我能治 不过现在小爷我不开心 我还真就不治了 拜拜 站住 你狂什么狂 连本姑娘都治不好的病 你凭什么能治 刚才我可听说了 在牙医上 你或许有可取之处 但那是小问题 算不得本事 回去好好练练 将来 若是悟性不错 我可收你为弟子 哦 你刚才是偷看我治病啊 咱俩年龄相仿 你凭什么收我当弟子呀 我这可是为你好 不愿意看到一个医道天才 在此折戟 王妃的病 你治不了 打断回府吧 慢着 刚才你说 你能治好王妃 当然 王爷 他骗你的 这人嘴上眉毛 办事不劳 靠不住的 你不嘴上也眉毛吗 咱们年龄相仿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 王爷 既然他们都救不了王妃 为何不让我一世呢 反正就死马当活马医了 万一我能救呢 王爷 你听听他说的什么混账话 什么叫死马当活马医 你把王妃当什么了 原本我以为 你或是个可苏之才 没想到 是鲁莽无力之辈 我对你太失望了 丁轩 你可是细刷本王 是什么下场 王爷 我现在问你 可还知道有人 能治王妃的病吗 要是难医 王妃 没救了 王爷 他二十岁 我二十岁 他是天才的 那我就不是天才 你凭什么相信他 不相信我呀 突成口舌之快 有什么用啊 医者 当以事实为本 凡大医治病 必先安神定治 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补救寒灵之苦 你身为医者 王妃尚有一线生机 你为何见死不救啊 你 哎 苍生大医 鲸鱼术 而成于心 你这鲸鱼术了 你这 心呢 你有几成把握 五成 虽然只有五成 但我会 全力以赴 不可能 纵使医生在世 也决然不敢说 有五成把握 王妃之急 是失血过多 人体之血有限 难道你还能凭空造血不成 虽然我不能凭空去造个血 而我可以借别人的血 输到王妃的身上 然后再对她进行治疗呗 输他人之血 老妇简直闻所未闻 天方夜谭 你莫非 说的是巫蛊之术 荒唐 你身为医者 怎可用巫蛊救人 王妍 这便是巫妖之祸 你千万不能再信此人 否则 王妃就算生死 也难以安宁啊 巫蛊之祸 要是陛下知道了 也会怪罪王爷 我不管 不管任何方法 只要能治好本王的爱妃 本王都答应 王爷 但是 我只有五成把握了 别说五成 就是一成本王也要治 说吧 有什么条件 别王爷 我这可不是什么巫蛊之术 我这是正儿八经的医术 再说了 又不是什么人的血 那都能用呢 不是巫 那抽取本王的血 可行 那得先测测 王爷您的血 是什么型号 只有这血液相同型号的人 才可以用 简直一派胡言 王我以为 我一家又出了天才 明显 是一个坐于巫术之中的败类 荒谬缺伦 老夫还是第一次听说 血还有不同之处 血是生命之源 用他人之血 借于王妃 不就是在寄他人之命 这种输血之法 就是在借他人之手 为王妃续命 既然你们的嘴巴 一个个都这么厉 那我把这个机会 让给你们 你们去试一下 不就得了吗 你 我得羞于你为伍 闭嘴 就算是借兽之术 本王也要救治 任何要求 本王都满足你 那要先验一验 王妃的血液 是什么型号 再册下王爷您的血 是什么型号 如果血液相同的话 那您就可以书写了 怎么样 取王妃一滴血液即可 去吧 这人体的血啊 分为A B A B O 四种常见的血型 那王妃是何种血型啊 王妃是A型 借你点 那把王呢 是A B型 您跟王妃这血液不想 所以不能书写 王爷 现在当务之急 是找到王妃的至亲 来为王妃看看 能不能书写 来来 过来 来 去叫粉王的小舅子 是 王爷 王妃和小舅子的血型相同 可以进行书写 这抽血 是我抽血性命的吧 我不抽 我绝对不抽 你是个狗郎中 你分明是想害我 我姐现在已经死了 她就我这么一个弟弟 可不能也死了呀 够了吧 林轩 你救了一个人 却害了另一个人 你这医术 分明就是邪术 王爷 万万不可 不用说了 王决定了 小舅子 你要是死了 本王厚葬你 你要是没死 本王 绝不会亏待你 林轩 你可想好了 若是你救不了 这可是两条人命 你走不出这期望 林公子放心 放心师兄 王 不会怪罪你 王爷放心 不就一个书写吗 我可不像某些人 自认天下第一 年纪轻轻 却老气横丘 姐夫 不可以啊 姐夫 姐夫 还等什么呢 摁住他 书写管 师父 姐夫 别动 站动 抽干了我 我的半条命 没了 这根本就不是医术 他若能把王妃救醒了 老夫也不再同意了 天方夜谭 他这要是能救人 还要我等医者有什么用 我医家之名 就是伴在你这种人手里 要不 咱们打个土 笑话 我堂堂医家正宗 还怕你一个巫骨之术不成 你想懂什么 这样吧 要是我能救的活王妃 那你就 给我做小妾吧 你 奉死 去去一个拽絮 还敢让我当你的小妾 哼 怎么 你这是不敢啊 你换一个董书 若是我输了 我便公开承认 我的医术不如你 拜你为师 你说祖猪他没意思 我既然能救得了王妃 那还要收你做徒弟 那岂不是太便宜你了 你 好 我答应你又如何 可是 你若是输了呢 我 我怎么可能会输啊 原来 不过是区区一个无耻之徒 这样 要是我输了 我就 做你的小妾 然后跟着你怎么样 你 这思 无非就是不敢而已 他所为之输血换命之法 到此时都未曾见效 王妃还是没有醒来 乌骨之术大伤天河 岂能救命 到时候被戳破了骗局 齐王殿下必然会杀了几贼 也对 我何须跟一个将死之人 精进气几 我答应你 又有何妨 真的 这个是你自己说的 是你自己答应我的 为何王妃还没苏醒 皇爷 书写只是掉命 关键是伤口治疗 需要立即手术 那 那先生 还不 速速开始 马上 你该不会以为 这伤势如同雅锦一样 用刀割开吧 你这悟性不错呀 难怪说你是小一些 王妃本就失血过多 你竟然还要割裂伤口 何其荒唐 闻所未闻 王爷 我就说此人不懂得医术 王爷 切不可以拿王妃的性命而戏啊 嗨 我说你这小妞也太自负了吧 你怎么就知道 我的方法没有疗效呢 当然 你看这像是一个医者吗 唉 你一个真正的医者 要承怀悲悯之心 以救人为主 而不是去怀疑 这个人的救人办法 太别之声啊 根本没必要 现在书写已经完成 叫不你去验验 有没有效果 这 怎么可能 这 怎么可能 王妃此前脉象虚微 几乎不可查 故而已成弥留之计 仅有一线生机 神仙难救 现在 王妃虽未醒 但脉象平稳 已经脱离生命之忧 怎么可能呢 小一线 你是不是乱了心神 好错脉了 让我来 我就不信了 不 怎么可能呢 真的恢复了生机 假象 一定是假象 这次有误谷之术 欺骗我等 来人 把这个老东西 给我丢出去 希望你糊涂 怎么能如此 折辱我一折 不管是谁 阻拦我救王妃 必杀他 那我就开始手术了 林公子 放心施旧 本王不会怪罪你 我可否留下来 你一个人手忙脚乱的 我可以打下手 我看 你是想偷师吧 我为之前的鲁莽道歉 想偷甚就直说 别拐弯抹角的呀 行了 反正你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小妾了 让你去掉东西 不算什么 行 那我就答应你 你留下来就打下手吧 但是 不能说话 一切听我指挥 好好好 还有小医仙帮助 那本王就更放心了 秦王 那闲杂人等 就先都出去吧 你也出去 好好好 我自去走 让王爷进来吧 本王爱妃 怎么还未苏醒呢 王爷 王妃虽已经抢救过来 但苏醒还需要一段时间 王妃已经脱险 生命无忧 好 太好了 本王重重有赏 爱妃 爱妃 你终于醒来 王爷 爱妃出狱 还需要多多敬仰 好 明白 明白 你在医术上 确有过程之处 是我 未曾想到过的思路方向 之前 是我误会你了 这就没了 不然如何 不然 你 没想到你医术高明 却是个灯徒子 不过 不过我怎么记得刚才有人跟我说 要是打赌输了的话 就做我的小妾 你一个坠血 就算我真的敢嫁给你做小妾 你敢收吗 有何不敢 姑爷 听说你医治好了王妃 你这么厉害 我就知道你一定行 一桩小手术而已 洒洒水了 你是谁 我叫秦寒 这家伙 走哪都能沾花惹草 你就是弥漫江南的小医仙 你们 怎么认识 我们呢 不认识 刚认识了也不说 林公子 这么快就不认识人了 你我刚才赌注 你若是治好了王妃 秦寒便嫁给公子 做小妾 这都是开玩笑的 你怎么都乱说呢你 巫爷 你怎么可以纳小妾 你是我陈家的女婿 马上就不是了 只要你一天在我陈家 你就是小姐的人 王爷驾到 多亏林先生 妙手救回本王爱妃 说吧 你想要什么赏赐 本王绝不吝啬 举手之劳 不足挂齿 王爷 其实这件事情呢 是这样 您听我跟您说 我妈开了一个调 这调是买旗袍的 我想您多个来路 家家市买买货什么 让我挣乱钱 你懂吗 原来如此 不过是小事一桩 本王剑石 必然会带人来 为你捧场 那就多谢王爷了 那我就先告辞了 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坠绪发明的旗袍 能在短时间风靡临安城 听说一件衣服最便宜的二百两 不过人家的衣服也确实好看 我要给我老婆买一件 听说不管是个旗袍 还是那衣 甚至是那些诗句 都是出自陈家坠绪 不仅如此 此人还精通医术 就连小衣仙秦寒 都甘拜下风了 云想衣尝 花想容 谢她多美啊 可惜她结婚了 要不然 我一把我姐嫁给她 我听说 她还有个乳圣的外号呢 是啊 没想到林先生 竟然还有如此诗才 这天下的美女 都快被你写绝了 依本王看 恐怕以后啊 没人敢再写美人了 先生若是想要当官 本王可保语你 我这个 闲散惯了 你让我当官还是使不得 当个闲云野鹤 其实也蛮不错的 林先生的事情 本王也调查清楚了 以后这陈家 还敢为难先生 先生 可来找本王为你出头 那就多谢王爷了 王爷 这是由我亲手操刀 做的霓裳羽衣 是专门 送给王夫人的 这是本王的金牌 赠与先生 以后在临安城 做任何事情 都会畅通无阻 多谢王爷 老夫人 小姐已经回来了 听说他们这次临安之行 极为成功 周老爷更是下了 百万两银子的大单 但是他们又岂会知道 全是给我们做的嫁衣 这陈家 终究是我们说了才算 那些工人安排得如何 一切都安排妥当 看他们这一次 还怎么跳出我的手掌心 既然这事情都已经办成了 那我的奴级身份 该给我了吧 姑爷 你就这么想离开陈家 不是我想离开陈家 是陈家的人没想留住 我 小姐 姑爷 可算找到你们了 老夫人和黄昭 把我们工厂里的工人 全都挖走了 现在我们的作坊里面 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现在是小姐主家 没有小姐的调令 他们怎么调的人 老夫人直接用的家主令牌 用黄昭的名义 另外起了作坊 完了完了 这下全完了 这老太婆还真是贼心不死 把工坊里面的工人 全部调走 工坊就无法开工 这周老爷 跟谁合作不是合作 姑爷 你快想想办法 你一定有办法的 旅主 回来 不要求他 他现在已经不是陈家的人了 又不是陈家的姑爷 我 为什么 其实你的那个奴迹 上次施酒时装大会的时候 就已经在我手里了 我就是为了骗你 多干一点活 所以一直没给你 拿去吧 你现在自由了 赶紧离开陈家 那谢谢咯 这小龙是怕连累我 所以赶我走 哥们我才不会上你的道 小姐 我们真的让姑爷就这么走了 不然呢 可你是喜欢姑爷的 谁说我 其实 小姐只是舍不得 才一直没有给姑爷奴迹 那小姐怎么会吃 沈孟雪和小姨仙的醋呢 行了 你别说了 陈家现在这个样子 我不想再连累她 以她的才能 到哪都能一费重天 受费受我的连累 她早就得到期望的举荐 获得个一关万致了 现在祖母 一心想而恍召 入主陈家 把所有的工坊工人都带走 就算她有一身的本事 那又如何 表妹 回来了 咱们不回家呀 看来你知道 你真以为你这样 就能吞闭倒陈家吗 那你又能有什么办法 整个陈家都是我的 就连你 也会是我的 休想 我就算是死 也不可能让你得逞 小姐是孤雁的人 孤雁回来 一定把你打得屁股尿流 闭嘴 一个下人 不知道自己的地位跟分寸吗 你 他也配叫孤雁 别说他今天不在这儿 就算他在这儿 又能怎么样 我告诉你 不只是你 就连沈梦雪 我也要得到 我要夺走他的一切 你们就在这儿待着吧 如果孤雁在的话 就不会这样 如果他在的话 这一次 我就算是让陈家毁掉 也不会让这个黄昭得逞 走 我们去找周老爷 看来还得哥们出手啊 幸好早有准备 我实在想不到 他们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对了 那奴婿呢 他点子多 让他想办法 我已经让他走了 其实 其实他也挺不错的 我们不说这个了 只要周老爷 答应不采买他们的物品 大不了就一次往破 周老爷 今后我家的生意 都由黄昭来打理 您放心 绝对不会耽误您的生意 不仅如此啊 我陈家 愿意让三成 保证你满意 陈大小姐 你 也是这个意思吗 周老爷 我陈家 想与周家 断绝一切业务往来 那 我老夫要的货物怎么办 气泡河内衣 现在在变凉 已经一炮而哄 火变楼延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如今求购者络绎不绝 耽误了我周家的生意怎么办 我们陈家会赔偿你的一切损失 且 周家可以与其他路上继续合作 陈叔 你想毁掉陈家吗 叔啊 不是表哥说你 你攻防倒兵那是精明不善 我们另开了一下 而且人员充足 可以给周家充足的布匹工艺 你们真不要脸 明明是你们趁着小姐去京城 偷偷把人撬走了 到底是我想毁了陈家 还是有些人想纠战雀场 我告诉你们 就算是陈家被我毁掉 你们也别想得到一份 逆子 逆子 你是不是陈家的女儿 你想毁掉陈家吗 我还没死 这个家 我说了算 你无权干涉家族的决定 从今天起 我要把你逐出陈家 周老爷 我陈家愿意 让利武成 陈小姐 难道你 不想问问林轩的意见吗 周老爷 一个奴隶而已 问他干什么 我们陈家能放过他 他就应该感激替林 败手叩头了 精彩 实在是太精彩了 姑爷 看来 还得是本姑爷出马了 姑爷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林轩 给我放开书 这书儿是你叫的呀 林轩 我不是已经给你自由 让你离开了吗 这我要是再不回来呀 我这老婆 被你们欺负死 你一个陈家的奴婿 胆在这儿 狂吠乱叫 赶紧给我滚出去吧 老太婆 真不好意思啊 这奴籍身份 我已经收走了 我现在可不是 你们陈家的奴仆了 你 周老爷 他就是一个清缺奴婿 身份卑微 目无尊丧 赶紧把他赶出去吧 林公子是我周府的上宾 我为何要驱赶走啊 现在 我有资格坐在这儿了吗 别以为拿出什么东西来 老神就怕你 现在快破令牌 我一两银子能买十块 这是齐王令牌 见令牌如见齐王 不不不不可能 假的 这一定是伪造的 齐王怎么可能 把贴身令牌给他呢 草民参见王爷 周老爷子 周老爷子 您就不必了 坐下 坐下 就算拿出齐王令 我陈家的内务 你都无权干涉 这工坊房的人 都是我的 你以为你们搞的那些小技乱 我不知道 来人 此织布机为林公子亲手设计 使用此轮 一人制造可比一千十多人 而且操作简单 压根不需要什么熟练手 对 再搞点什么竞争机制 以组为单位 每个月评审一次 咱们还得发奖金 这干完三十年了 咱们 咱们再发个养老金 我看这人 有什么人不干的这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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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老 周老 没事吧 你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好的 那当然 在我们进京之前 我就跟周老爷子 在着手准备了 谢谢你 以后 你还逞不逞能了 还不相信你夫君 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呀 我决定 你以后不在什么家中坠绪 我要给你澄清 让你成为我堂堂正正的夫君 树儿 这一辈子 我终于娶上你了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再负你了 谢谢你 林轩 之前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 树儿 你看这时候也不早了 咱们 开始吧 哎 那个 你去把蜡烛灭了 那没样的 那多没劲啊 就来吧 绿珠 你说 姑爷什么时候收我们入房啊 虽然我们都是小姐的通房丫头 但我早就和姑爷坦诚相见了呢 肯定是我 那又不一定 这样我比你大 那又怎样 姐姐 夫君 请喝茶 啊 孟雪 不是 你来这干嘛呀 妹妹 放下吧 啥事啊 夫君 树儿知道你喜欢孟雪妹妹 便自作主张把她带回来了 夫君不会怪我吧 我怎么会怪我的好妹妹呢 古代真爽 主打就是一首名正言顺 听闻林公子大婚特来贺喜 公子该不会忘了我们的赌约了吧 我这该死的魅力 都说公子诗才满天下 如今新婚得意 可有诗词助兴啊 未必人来不自由 龙牵凤主 事难收 满堂花醉三千克 一剑寒霜 十四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